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在沙发扶手上睡着了 这丫头今天从排练到准备再到表演忙了一天了 又跟着陆卫民来到夜合 陆卫民没有理睬他和周肃权 唐孝他们一直在研究工作 这丫头看样子倒也耐得住寂寞 一个人在这里睡着了 王世冲很顽固 口风很紧 要突破不容易 但是根据泽口那边反映过来的情况 王世冲对他这个不太成才的弟弟还是很看重的 很多时候都带着王世超 而有些时候也让王世超去办理一些事情 所以王世超应该是知道王世冲的一些隐私和秘密的 想要突破 那就得在王世超身上想办法 变子宁的睡姿很好看 一双雪白粉嫩的长腿缩在沙发上 胳膊放在沙发扶手上 头枕在胳膊上 半边血浴般的胶液在油黑的乌发遮掩下 显得那样安详宜人 鹰唇单红一点 睫毛如雨扇般微翘 黑色的紧身T恤把挺白茁壮的苏胸 包裹得紧致浑圆 因为身体侧倾的原因 有些短小的T恤下摆往上 露出一抹象牙般的腰肌 而低腰的牛仔短裤 更是把内里一条碧绿色的蕾丝边内裤 显露了出来 煞是迷人 窗外 蟋蟀声唧唧不停 县公安局里虽然灯火明亮 但却显得很安静 审讯还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不是自己的专业所长 陆伟民便不会去插手 专业工作交给专业人员去干 这是他的信条 他只需要确定方向 要结果 正准备在斜对面的沙发上坐下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陆伟民转身走出门 却看见唐孝带着一名反贪局副局长 满脸兴奋地走了过来 卢书记 王氏超开口了 哦 陆伟民精神也是一阵 一挥手示意说下去 什么情况 意料之外的收获 他交代了他受王氏冲的安排 曾经两次给泽口公安局副局长 见交警队队长齐国胜送了两万块钱 那是齐国胜在和另外几个人打牌的时候送过去的 还有一次为齐国胜的儿子买了一辆陵木太子王摩托车 支付了狗车款 也是两万多块 反贪局这位副局长格外兴奋 一晚上熬夜总算是有了成果 齐国胜 陆伟民微微一冷 搞了半天 怎么会搞出这么个角色呢 泽口县公安局副局长兼交警队队长 这算是条小鱼啊 还是虾米啊 想想也是 王家的家产主要还是搞运输的飞腾运业 和交警队那必须要搞好关系 这年头 无论是货车还是客车 超载几乎是必须的 如何最大限度的让利益最大化 又要避免来自执法部门的检查和处罚 那就是一门学问 打通齐国胜这样实权人物的门道 那就是必不可少的 他只交代了这个情况 再没有其他的了 陆伟民微微皱起眉头 一个齐国胜显然是难以让人满意的 费了这么大心思 却只打到这样一条小鱼 无疑有些失了滋味 而且王世朝交代的情况 还需要其他证据佐证 那才行 以检察院办案程序 这里面还比较复杂 不像纪委那边 动作幅度要自由得多 呃 暂时还没有 对方顿了一顿 又猜到 呃 陆书记 只要开了一个头 那么下面就好办了 这就好比一个习惯 或者说是定势 只要说了第一 那肯定就会有第二 鼓鼓而出 不怕他不说呀 见对方 语气很肯定 信心十足 陆卫民似乎也被对方这种笃定的气势感染了 消了起来 你姓焦 老焦在反贪局工作几年了 哦 原来就负责反贪这块的 反贪局去年成立 我也算是元老吧 只不过原来检察院在反贪这一块的力度并不算大 也没拿出什么像样的战绩战果出来 当然 这可能也和原来市里主要领导的重视程度 以及倾向性有所关系 成立反贪局之后 这种局面有所改观 沈检和唐检他们也一直希望在反贪这一块上 能拿出一些像样的成果出来 陆书记 你来了 也正是最合适的时候 也算是给我们检察院拨云见日了 焦性副局长这马屁拍得有些露骨了 但是陆卫民也能感受到对方发自内心的感受 刘敏之在担任市委政法委书记期间 对检察院很不待见 检察院也没少受窝囊期 现在自己来了 对检察院的看重程度有目共睹 尤其是反贪这一块 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气氛 自然也会让反贪局的这些干警们心情不一样啊 老乔啊 我的观点可能和其他领导的态度不一样 检察院应当充分发挥其战斗力 一方面是监督我们执法机关不能违法 另一方面则是要通过打击违法来震慑我们执法部门 以及政府职能部门不敢违法犯罪 在这一点上 反贪局和反毒局应该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不要事事都看市纪委那边 他们有他们的办案手法 我们检察机关有检察机关的办案手段 这不矛盾 既有分工合作 也要有相互竞争在这里面 检察机关应该更胜一筹才对 这是我的理解 两个人又说了几句 交信副局长这才兴冲冲的返回去 继续战斗去了 第一炮很关键啊 必须要打响 在这一点上 唐笑也很清楚 所以在这一站上 检察院也是精英尽出 无求一击必杀 陆伟民毫不讳言的告诉沈君怀和唐笑 检察院日后能不能在政法口上一袭牵持 能不能在市委市府主要领导心目中一改面貌 这一站非常关键 至今陆伟民都还没有向上权制汇报这边的情况 就是希望能够在取得切实可靠的战果之后再来向上权制汇报 给上权制一个意外之喜 长夜无眠 陆伟民虽然也有些疲倦困顿 但是却无法入眠 周肃权来了两次 请陆伟民到县公安局值班室里休息 均都被陆伟民婉拒了 他无法做到在唐笑他们还在彻夜突审公关的时候 自己却安然入眠 辩子宁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午夜三点多了 夏天 下半夜仍然还是会有些凉意 不过盖在身上的一床毛巾被让他有些意外 揉了揉发麻的胳膊和双腿 辩子宁四处打望 没有看到其他人 会议室里只有他一个人 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不过这一觉睡得很香 白天的确是太劳累了一些 如果不是因为心里有事撑着他 他也不会跟着陆伟民来到夜河 陆伟民的行踪很诡秘 即便是把自己带到夜河县公安局里 也只是让自己在这里待着 却没有给自己多说什么 这让辩子宁也很是气闷 不过他也很好奇 陆伟民把自己带到这里 究竟是要干什么 如果是和自己叔叔一家的案件无关 他相信陆伟民不会这么无聊 把自己带到这里 辩子宁走出会议室 沿着走廊往那边灯亮的地方走 他看到一名民警注意到了他 他有些心虚 但是对方显然看见他了 所以也就赢了上来 你找陆书记啊 辩子宁点点头 那个人便带着辩子宁往另一端走 一直走到头 才看到陆伟民站在一个小院落里 和几个人正在讨论着什么 陆伟民看到辩子宁出现 也不在意 他已经和周祖权介绍了辩子宁的身份 王世冲还在顽固 挤牙膏似的 挤一下涂一点 估计是觉得保不住齐国胜了 所以才把齐国胜的事情给交代了 只不过他大概也记不清楚 给齐国胜送了多少 所以又比王世超多交代了两次 算一算 他给齐国胜送的财物 应该已经超过八万了 是个不小的数目 我看齐国胜大概也是在他的运输公司业务上 这几年里没少给他开绿灯啊 唐孝显得很满意 笑意盈盈 对老吴那边 他还有些幻想和顾虑 我暗示了他 但是他还在给我装糊涂 不过我估计熬不过早上六点 他就得招 哼 这么有把握呀 陆伟民微笑着问道 精神抖擞 没有一点困意 嗯 凭我的办案经验 差不多吧 唐孝点点头 老鹏和老焦他们还在给他上课呢 王世超那边倒是吐得干干净净 只是王世超没有资格参与其他 和老吴那边都是王世冲自己亲手经办的 但是王世超隐约知道一点都说了 所以啊 背叛都是从自己身边开始的 王世冲大概也没有想到是自己的兄弟最先把自己出卖了 啊 陆伟民也笑了起来 陆书记 不管王世冲下一步如何交代 明早我都要让老焦带着人去动齐国盛那边 当然 如果能拿下老吴那边的情况更好 两个人一起动 只不过 那就要成择口地震了 唐孝已经在考虑明早的工作安排了 嗯 证据上的问题你们要把握好 如果实在是有些难度的话 我和纪登云打电话 让他派人来配合 陆伟民为求万无一失 想了想才又道 哦 暂时不用 卢书记 就凭我们现在的东西 已经足够动齐国盛了 如果王世冲那边还有交代的话 动老吴也没啥大问题 唐孝摇了摇头 他不希望被陆伟民给小看了 用纪委那边的人 固然要方便宽裕许多 但是 这会极大的影响和伤害兄弟们的积极性 所以 他宁肯自己辛苦一点 想办法把王世冲那边先攻下来 那好 你自己看着办 真需要的时候就不要管面子 记住 我要的是结果 而不是谁拿下的 陆伟民提醒道 虽然陆伟民和唐孝的交谈很含糊 但是辩子宁还是隐约能听出其中的一些意思 他在叶和县公安局正在审查人 而这个被审查的人应该和泽口那边有些关系 但是不是和便宽在择口被袭击一案有关 他还不确定 听言语似乎又不像 陆伟民实在是扛不住了 在小会议室里打了个盹 陆伟民实在宽 唐孝眼珠子里全是血丝 走进会议室里时 陆伟民看到对方脸上压抑不住的洗衣就知道 恐怕是取得了决定性突破了 陆书记 王世冲扛不住了 交代了 唐孝兴奋的搓着手 终于还是撬开了王世冲的嘴 这还真得有赖于王世冲 唐孝把王世冲了解的一些零罪信息 巧妙地传递给了王世冲 王世冲大概也是头有些发晕了 记不清楚 自己在有一笔贿赂上 究竟是他自己去送的 还是王世冲他们两个人一块去的 所以 在唐孝反复不动声色的试探和敲打之下 终于交代了这一起 而交代了一起之后 王世冲也就没有办法再抵挡住唐孝他们的进攻了 一口气说了似无奇 他和吴泽华之间的交易 其中 还有一个是他侄儿 从县科协的一名司机进公安局交警队 然后以功代干 最后还转了干 为此他给吴泽华送了三万元人民币 王世冲送给吴泽华的妻子一个玉佛 价值人民币四万元 这是吴泽华的妻子满四十的时候送的 现在这具玉佛还摆在吴泽华家的堂屋里 另外吴泽华家客厅里那台松下二十九英寸的三超画王电视 也是王世冲为吴泽华从昌州买回来的 价值一万三千元人民币 够了 唐孝啊 你和沈君怀说一下 既然证据已经确凿 你们再从检察院里抽些人过来 一股作气 全部拿下 陆伟民断然道 离亭扫穴 我想择口也需要这样一次清扫了 陆伟民回宋州的时候 已经是早上九点了 变子宁跟随着陆伟民回到宋州 虽然陆伟民还没有正式和他说昨晚的事情 但机敏的他已经大略知晓了案情 这让他在面对陆伟民时也有些不好意思 他当然知道 陆伟民想要对付杜双鱼这样的一方大员也不容易 只是被怒火和怨气冲昏了头 当他看到陆伟民并非毫无动作之时 他内心反而充满了愧疚 公爵王在宋州城区缓缓行驶着 子宁 你在哪里下呀 一笑还是歌舞团那边 陆伟民温润平和的语气 让辫子宁更觉得不好意思 辫子宁不知道该怎么来表达自己的不安和歉意 咬着嘴唇轻声道 到歌舞团那边吧 得胜 走 歌舞团那边 陆伟民平静地道 对不起 陆伟长 我 辫子宁突然觉得自己鼻子有些发酸 眼眶里一下子就像钻进了一个小虫子 变得模糊了起来 好了 子宁啊 我和你说过 既然你是专门来找我 那就应该相信我 你也很清楚 有些事情的复杂性 欲速则不达 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 有些事情需要一个过程和时机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耐心 哪怕我们内心再着急 也必须要学会克制自己 陆伟民拍了拍辫子宁的肩膀 文言微笑道 到歌舞团那边还得好好表现 九月份 市里庆祝建市四十周年文艺晚会 歌舞团也好 异校也好 那都要有上家的表现才行 你也要努力表现才行 对不起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 我心里就是别们的发慌 我本来是相信你的 但是 辫子宁听陆伟民这么一说 越发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他一直颇以自己自控能力强为傲 没想到今天 在这种环境之下 反而变得有些情不自禁一般 没事了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谁遇上这种事情 情绪都会难以控制 回去之后 不要和任何人说起昨晚的事情 照理说 我都有些违反规定了 这件事情还没有水落石出之前 你回去之后 一定不能和任何人说起 以免泄露 明白吗 陆伟民叮嘱道 辫子宁擦拭了一下自己眼角的泪珠 咬着嘴唇 点点头 欢迎收听 有懒人听书原创录制 小说 关道无将 作者锐根 演播 左右 公爵王 公爵王在距离歌舞团 五十米开外处停下来 辫子宁默默地拿起手上的提包下车 下车之后 突然又转过头 用文营般的声音轻声道 我还能给你打电话吗 陆伟民一睁 笑了起来 当然可以啊 我很欢迎你和我多联系 真的 辫子宁原本有些萧索 落寞的眼睛突然一亮 仿佛全身突然注入了活力 陡然间一下子精神焕发 惊喜地注视着陆伟民 似乎要看出陆伟民 是不是在敷衍安慰他 我不习惯说假话 陆伟民还笑道 那好 我们一言为定 辫子宁心情如雨后出情的天际 阳光照射入有些灰暗的心境 让全身上下都洋溢着某种青春的动力 又犹豫了一下 脸色烟红略带羞涩的道 那我明天下午就要给你打电话 行不行 怎么不行啊 我可没限制你给我打电话的时间了 陆伟民无奈地笑了笑 对这个有些娇俏可人的女孩子 她还是有些好感的 能够不怕危险地替自己叔叔一家奔走 而且那一晚在树林那种情况下 咬着嘴唇一言不发的模样 给陆伟民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好 我先走了 辩子宁像是放下了心中的巨石 笑盈盈地抿着嘴 下了车 您也注意休息 别太累了 说完这句话 小丫头似乎觉得自己这句话有些说不出的味道 脸微微一红 赶紧扭头就走 陆伟民心中也是微微一荡 少女情怀总是诗 辩子宁那清澈无暇的眼眸 总能让人想起十年前自己和珍妮初见的时候 那诱人的清心脱俗 清力可人 让人无法丢开目光 我走了 走出几步之后 辩子宁才又回过头来 飞红的脸庞在出生的朝阳照射下 显得那样充满生机和活力 让人心情一片大豪 看着辩子宁一边走 一边向自己这边挥手 陆伟民忍不住摇头笑笑 这丫头虽然倔强 但是心地却也很单纯 心思重新回到手上的事情 唐孝已经带人直奔泽口去了 陆伟民给泽口县委书记 筑修氏打了电话 但是没有说具体情况 只是要求县委要配合市检察院查处办案 同时给普世雄打了电话 告诉他 市检察院要对泽口县公安局部分领导 采取措施 现在他需要向上权制进行汇报了 无论市检察院能不能把吴泽华和齐国胜拿下 但这事都会在泽口引发轩然大波 矛头也会指向市检察院和市政法委 这种情况下 作为市委书记 必须要提前掌握消息 市检察院在泽口的行动 有如雷霆行空 漫卷横云 不但让整个泽口官场 也让整个宋州 在寂静一片之后 有如滚油锅里 丢下了一片冰茶子 顿时沸腾起来 市检察院 在对泽口县公安局局长吴泽华和副局长 兼交警队队长齐国胜 采取措施之后 又迅速把两条线索 移交给了市纪委 市纪委副书记 纪登云 迅速带领人马出击 拿下泽口县一名分管 城建交通的副县长 这都是在王史聪 被彻底击溃新房之后 交代出来的线索 而在对吴泽华和副县长家中搜查时 也是收获颇丰啊 吴泽华家中搜出 除已经被确认的玉佛和松下三抄画王彩殿之外 还有十二万现金和数额超过二十万的存折 分别以他和他的妻子一妹子的名义存到了宋州和昌州的银行中 那名副县长更是让人瞠目皆折呀 这家伙在家里后院的水池下面被搜出了三十万元现金 据说都已经因为潮湿而发霉了 最为难得的是 这个家伙居然还有一个记账本 清晰地记录了每一次 什么人给他送了多少钱 小到一两千 大到五万十万啊 可谓是一目了然 直接让纪维抓了一条大鱼 这也让唐孝扼腕痛惜不已 杜双鱼 我现在正式宣布 你因为涉嫌强奸故意伤害而被逮捕了 两名面无表情的警察冲进自己办公室 突然出示了逮捕证 然后扑上来就要把自己往外面拖 陆伟明和国大奎那两个王八蛋就在门外满脸音效 贪贯相亲 杜双鱼努力地想让自己表现得正常一些 想要说几句话 却发现那警察死死地卡住自己的喉咙 让自己连气都喘不过来 更不用说说话了 他拼命想要扳开对方的手 但却被对方狠狠地卡住自己的脖子 而且越掐越紧 让自己几乎要窒息 一个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在耳边音测测地响起 对不起 你必须是死人 这样才能让大家安心的 忍不住狂叫做起的杜双鱼猛然反抗 不 不 我不能死 满头大汗地从床上一下子坐了起来 杜双鱼呼吱呼吱地喘着粗气 猛然地看着四周 又端起床头上的水杯猛然喝了一大口 呛得他咳嗽不止 这才慢慢地平静下来 老多 你怎么了 妻子早已经起了床 有些奇怪地看了一眼坐在床上发呆的男人 男人回家的时候不多 他在外面有女人的事 作为妻子自然早就知道 孩子已经出国去了 女人也就没那么多牵挂 他只需要好好地守着这个家 要替自己的孩子守好这个家 别让外面那些野女人 狐媚子生出来的野种 把这个家掏空就行了 没什么 杜双鱼定了定神 起身到卫生间用凉水洗了洗脸 心里这才慢慢地平静下来 吴泽华被市检察院突然抓捕 差一点把他的心脏病吓出来 好在后来 泽口县公安局又有一名副局长出事 紧接着又是一名副县长被纪委双规 看样子是因为收受贿赂的事情 而被牵扯进去的 这才让杜双鱼心中 暗暗地松了一口气 好歹吴泽华也是自己连锦 自己那件事也算不上是什么大事 至于说受贿的事情 吴泽华不至于愚蠢到还去咬别人 但杜双鱼始终是有些心神不宁 这种心神不宁是从那一次 鲁伟民下来之后就有了 杜双鱼也不知道 是不是自己疑心生暗鬼 或许是神经过敏了 他总觉得鲁伟民那一次来 是针对自己而来的 而那天下午那个女孩子 跑到陆伟民房间里 也像一根刺深深地插进他心中 让他难以释怀 车都来了 你还不走啊 女人看到自己男人 似乎有些神思不属 提醒了一句 知道了 杜双鱼懒懒地道 接过女人递过来的包出了门 今天要在市里开全市组织工作会议 各县区的书记和副书记 组织部长都要参加 一个小时之后 杜双鱼已经到了宋州市委 看着陆陆续续到会的各县区领导们 杜双鱼振作了一下精神 微笑着和其他人打着招呼握手 开着玩笑 杜书记 请您走这边 陈部长有事要找您 组织部的小周跑过来 尊敬地道 哦 陈部长找我呀 杜双鱼点点头 好 他在哪啊 哦 在这边 小周相当礼貌地在前面引路 走廊拐了一个弯 走到尽头 杜双鱼有些奇怪 这边是信访局办公室才对呀 但没容他想太多 小周已经带他走进了一个办公室 一眼就看到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陈昌俊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政法委书记陆伟民站在那里 另外还有四个不太熟悉的人 其中有两个他认识 一个是市委检察院副检察长唐笑 一个是市纪委副书记 纪登云 他顿时脚下一软 站立不稳 还是两个反应更快的检察院干警 将他扶住 才没有倒在地上 看着脸色苍白 汗出如浆的杜双鱼 被检察院干警以及门外纪委的工作人员带走 陈昌俊忍不住叹息了一声 哎 为民啊 我看杜双鱼是彻底垮了 没想到一个县委书记的心理素质会这么差 还没有和他说什么事 他就先垮了 无论其他 但从这一点上来说 他当这个县委书记就不合格呀 未必啊 陈部长 这只是暂时的 没准缓过来气之后 他还得挣扎一番才行呢 陆伟民摇了摇头 我们得到的消息 杜双鱼的儿子早送出国了 他老婆就是一家庭妇女 根本就不管他 杜双鱼在外面也是乱来 反应很差 只不过因为他在苏桥作风霸道 手底下又有一帮人 所以很多事情才没有暴露出来 这一次他身陷淋雨 很多问题肯定都会被翻出来 困兽犹斗 杜双鱼不可能不挣扎一番的 陈昌俊连连摇头 目光里也是飘忽不定 梅民娜 你这才当政法委书记没几天 动作这么大 让下边干部都是人人自危呀 比纪委书记风头还近呢 庞永兵对你可就有看法了 要反击我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纪委他们把职能发挥得更好 查出更多的问题 这样才能让纪委名副其实吗 灯云啊 你可得好好努力 不要辜负庞书记的期望啊 陆卫民也语嘲弄的口吻 让陈昌俊和纪灯云都笑了起来 道士唐秀虽然也能听出一个大概 但却不好插进去 不过费民啊 你选在今天懂杜双鱼 可是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呀 全市组织工作会议今天召开 大家都看到杜双鱼到了会 待会儿人却不见了 不到中午 留言就要瞒天飞了 别人乱求我来 我怎么回答呀 陈昌俊嘴角带着笑问道 他要看这个胆大包天的家伙 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 嗨 这可不怪我呀 谁让他捡了这么一个好时候啊 我总不能等他回去之后 又通知他来吧 万一他起了疑心就不合适了 正好就着这个机会 陆卫民笑眯眯的道 就只能委屈陈部长 和我一道当这个坏人了 嗨 当恶人都无所谓 只是他是县委书记 要做第一派的 这缺一个人大家都能看到 会还没结束 就要有人起疑了 你还不知道宋州这边人的习性 对这种事 那是最敏感最关心的 我估计会中就要有人四处打探 苏乔那边的人肯定要过来问 陈昌俊连连连摇头 觉得这个事儿恐怕还是得有一个官方的说法才行 陈部长 这还不简单吗 省里不是帮我们创造了一个词语吗 叫协助调查 省纪委能让刘敏之协助调查 我们市政法委和市检察院也可以让杜双鱼协助调查吗 陆伟民满不在乎的道 您要真不好回答都推给我 就说陆伟民这小子把人叫走了 说有事需要协助工作 当然县里面的工作安排 您可就不能这么说了 该怎么按照组织程序安排 还得按照组织程序走啊 你小子 陈昌俊啼笑皆非 但是心里却是微微一动啊 杜双鱼现在是被检察院带走 纪委协助 检察院办案的效率要比纪委方面快捷得多 而且可以说基本上是看到确凿证据之后才会发招 这一次虽然是在陆伟民的督促之下 检察院发了一次标 但是检察院的基本办案程序却不会变 杜双鱼的问题恐怕很快就会公之于众 倒真是需要尽快考虑苏乔县委书记的人选了 全市组织工作会议九点半准时开始 但是苏乔县委副书记林耀喜却发现 一直到正式开会 杜双鱼都没有出现 这让他很是奇怪 他给杜双鱼的秘书打了电话 秘书告诉他杜双鱼早就到了 老成 杜书记到哪儿去了 这都开会了 他怎么不见人呢 林耀喜忍不住 问旁边的组织部长 程大财 程大财也有些奇怪 杜双鱼来了 他知道 路上他给杜双鱼打了一个电话 杜双鱼说他已经到了 来了之后 也的确看到杜书记那辆丰田家媒 停在了停车场里 却没看到人 他也没在意 杜书记肯定要到市里 那位领导那里去坐一坐 这一段时间 杜书记心情都不太好 他的连金 则口县公安局局长吴泽华 被检察院立案侦查了 这事估计也让杜书记打击不小 我给他打个电话 童书记都到了 尚书记马上就到 旧杜书记还没来 一会儿又得挨骂了 程大财赶紧拿出手机 给杜双鱼打电话 电话是通的 但却一直没有人接 怎么回事啊 看见尚全智在玄子烈的陪同下 走了进来 林药席也有些急了 县委书记都是坐第一排的 分管副书记和组织部长 人事局长 这些人都是依此来做 杜双鱼没到那就太明显了 尚全智现在是威权日升 那张毫无表情的脸 总让人心生余悸 不知道啊 杜书记没接电话 我来的路上已经给他打过一个了 他说他到了呀 这会儿他上哪儿去了 程大财也有些着急 看了看主席台上就位的领导 尚全智 黄俊卿 童云松 陈昌俊 沈子烈 该到的都已经到了 杜书记就算是要找哪位领导 汇报工作 那也得分时候才对呀 再说了 主要领导都已经到了 他会去找谁汇报工作呀 林耀习又气又急 但却不敢发作 他是去年从紫城县委副书记 调任苏桥县委副书记的 去了苏桥一年多 算是受够了杜双鱼的夹目 杜双鱼在苏桥那是相当的霸道 连从苏桥本地成长起来的县长 郭大奎都不敢和他叫板 县委常委里面 一个副书记姚莲虎 组组部长程大才 县委办主任何平 都是杜双鱼的铁杆斯党 而常务副县长李寿辉和县委政法委书记鲁刚 也都和杜双鱼走得很近乎 除了县纪委书记颜永青和宣传部长米荣 还算保持中立之外 就连副县长里面都还有一个是杜双鱼一手提拔起来的 整天哈巴狗一样跟着杜双鱼 可以说在苏桥县委县府里面 那基本上就是杜双鱼的一言堂 要不林书记 你先给杜书记请个假 就说杜书记临时肚子不舒服 到医院里去了 待会儿就来 程大才苦着脸建议道 林药席看了看表 时间都已经到了 看样子杜双鱼是赶不上了 他只能硬着头皮 弓着身一阵小跑 小心翼翼的避开众人眼光 跑到主席台一头的陈昌俊边上 那个陈部长 我们杜书记刚才临时肚子有点不舒服 到医院去了 可能要稍微耽搁一下 他走得急 没有来得及带电话 所以我先替他请个假 陈昌俊脸色有些古怪的看着林药席 这个老林呢 真有意思 但看见对方有些惶恐不安的表情 心里也是一叹 杜双鱼闹肚子了 这会儿 这么巧啊 好像是的 他走得急 也没多说 就到医院里去了 估计 林药席 林药席也注意到了陈昌俊 脸上的表情变化 不过他却以为是陈昌俊 有些不高兴 有些嘲讽 所以也只能硬着头皮 帮忙撒谎 如果不是太难受 杜书记肯定不会缺席的 请陈部长谅解 是啊 我也想杜双鱼肯定不会缺席的 这个会议很重要嘛 肯定是万不得已才会缺席 我知道了 老林呢 你就偏劳了 啊 陈昌俊强忍住内心的笑意 点点头 林药席一回到座位上 旁边的宋城区委书记 陈庆福就扭过头来 不动声色的问道 老林呢 你们杜书记上哪儿去了 啊 杜书记到会场了 肚子突然有点不舒服 就去医院了 我去陈部长那里 替他请了个假 林药席和陈庆福不算太熟 不过林药席在担任 紫城县委副书记之前 曾经在市府办担任过副主任 和当时担任沙州区 区长的陈庆福也有往来 哦 我说嘛 刚才还看到他在停车场 怎么这会儿开会却不见人了 我还以为他出啥事了呢 陈庆福满不经心的开着玩笑 林药席也是黑黑一笑 陈庆福可以开玩笑 他却不能啊 那哪能呢 看着陈庆福把脸转了回去 林药席心中有些打鼓啊 这杜双鱼缺席怎么也不和自己 或者程大才打个电话呀 就算是真被哪个领导留下谈话了 那也该支个声啊 这么重要的会议 你临时缺席也没个说法 那是不好交代的 黄俊卿看着苏乔县委书记 那个空缺的位置 微微皱起眉头 而陈昌俊则复儿说了两句 黄俊卿的表情很震惊 然后变得阴沉似水 双唇紧闭 紧紧地盯着那个空缺位置良久 这个细节被很多人 尤其是第一排的区县委书记们注意到了 童云松宣布会议正式开始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陈昌俊 对当前组织工作做了总结和展望 但是所有人都有意无意地 把目光投向了第一排 居中缺口的那个位置 没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所有人都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 欢迎收听 游览人听书原创录制 小说《关道无疆》 作者瑞根 演播左右 会议从九点半开始 一直到十点半 中间休息十分钟 给大家一个上厕所和抽烟的时间 坐在第一排的各区县的大佬们 都纷纷走出会议室 该抽烟的抽烟 不抽烟的则出去透透气 路过杜双鱼位置前的人都目不斜视 大家在走廊和门厅里开着玩笑 都很默契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到缺席的苏乔县委书记 但是对于林耀席和陈大财来说 他们都已经察觉到了事情有些不对劲 林耀席和陈大财都轮流给杜双鱼打过电话 但到后来杜双鱼的手机关机了 不知道究竟是被打到煤电 自动关机了 还是被别人关了机 会议还得继续开 杜双鱼空的位置依旧摆在那里 林耀席和陈大财 似乎都意识到了一点什么 林耀席倒是无所谓 甚至还有一些窃席 对杜双鱼 他是没有半点好感 如果杜双鱼真的栽了跟头 那他倒真要说阿弥陀佛了 但是成大财却不一样 杜双鱼的失踪 让他简直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但这是组织工作会议 作为组织部长 他又不能频频出门去打电话 几乎是忍受着煎熬一般 度过了几个小时 11点40 会议准时结束 市委速来不留饭 所以各回各家 但是 随着大家一离开会场 手机电话便迅速开始活跃起来 各种留言 也如陈昌俊所预料的那样 四处汹涌 至少到下午两点半上班的时候 就已经传出了三个版本 一个版本是 杜双鱼因为在苏乔县长和苏乔县委书记的位置上 涉嫌收受贿赂 已经被省纪委来人双规了 一个版本是 杜双鱼在担任 则口县委组织部长和县委副书记期间 买官卖官 因为则口方面多名干部出现问题 牵扯到了杜双鱼 所以市纪委把杜双鱼带走调查 还有一个版本 比较靠谱 说则口县公安局局长吴泽华 涉嫌寻私亡法 受贿和其他刑事犯罪 而刑事案件牵扯到了其莲金杜双鱼 所以被市检察院带走了 无论是哪一个版本 都足以让宋州掀起一番狂澜了 散了会之后 林耀席和程大财如抓了瞎一般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杜双鱼的车还停在停车场里 秘书和司机都还在 但是没有人知道杜双鱼去了哪里 林耀席和程大财有些不好的预感 只不过林耀席是表面着急 内心期盼 而程大财是真的发自肺腑的 着急发慌 一散会之后 黄俊卿就脸色阴郁的走进上全职的办公室 虽然杜双鱼和他没什么太特别的关系 但是作为市委副书记 是人民政府市长 下辖一个县的县委书记被检察院带走之后 他居然才知道 这让他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 这才是对他最大的蔑视 沙书记 卢伟明和沈君怀这是在干什么 为什么之前半点消息都没有传出来 却要在召开大会的时候把杜双鱼拿下 之前为什么不通通气 黄俊卿脾气素来很好 即便是在最愤怒的时候也很克制 但是他今天的确是有些出离愤怒 连甚至都有些扭曲 陆卫明才当几天政法委书记 就连一点组织原则都不要了吗 这么大的事情提前半天一天通通气 难道就这么难吗 还是觉得我们会给什么人通风报信不成 老黄 坐吧 那么大情绪干啥呀 有什么话好好说吗 尚全智很淡然的招呼对方入座 来宋州快三年了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黄俊卿如此失态 这让他内心有种说不出的畅快 黄俊卿性子很沉稳 甚至可以说是阴柔 平素话语也不多 但言出必重 拿陈昌俊的话来说 黄俊卿基本上难得看到 行诸余色的时候 既没有什么特别高兴 兴奋的情况 也不会有特别愤怒和生气的时候 就像一个毫无情感倾向的机器人 黄俊卿当然不是机器人 只不过他在情感控制上 十分到位 显有让他情绪波动的时候 但是今天陆伟民成功做到了 沈书记 我认为陆伟民的做法很不合适 严重的违反了组织原则 我还是市委副书记 市长 还是宋州市委常委议员 一个县委书记出问题 被检察院带走 不知所踪 我居然要等到事情发生之后才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检察院要独立于市委领导之外了吗 还是我这个市委副书记 已经被免职了 黄俊卿面色铁青 没有理睬上权制的轻慢 老红啊 你言重了啊 上权制正色道 就算是我 也只是比你早了解这个情况最多半个小时 都是早上八点半的时候 卫民和沈君怀才到我办公室 向我汇报了他们在昨晚提审吴泽华时 吴泽华交代了他受连金杜双鱼指使 安排人袭击苏桥县上访人员家属变勇 造成变勇重伤 这是严重的刑事犯罪 同时反映出杜双鱼利用县委书记身份 指使苏桥县公安局以诬陷领导为由 将上访家属人员打伤并拘留 涉嫌读职 所以才由市检察院进行调查 而不是纪委调查 这一点我希望你明白 并非陆伟民和沈君怀要刻意隐瞒 遮掩什么也不是不信任谁 而是情况的确太过于紧急 时间正好卡在这个点上了 所以有些时候就来不及了 本来是打算在这一次全市组织工作会议之后 向市围通报道 涉嫌故意伤害和堵持 黄俊卿略感吃惊 不是他想象的受贿 而是故意伤害和堵持 这可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呀 如果是这一类情况 那没有经过纪委倒也是情有可原 说实话 杜双鱼是刘敏之的人 刘敏之翻了 杜双鱼没有问题则罢 如果有问题 那翻船就是迟早的事情 嗯 现在根据政法委那边反馈过来的情况 恐怕还有检举杜双鱼涉嫌两起强奸案 至于杜双鱼的其他情况 现在还没有其他反应出来 上权志见对方失了锐计 进一步倒 涉及到这么多恶性刑事案件 恐怕还不仅仅是检查机关介入 是公安局和市纪委随后都要介入 问题必须要查清楚 一个县委书记怎么会沦落到 牵扯到如此多的刑事犯罪中去呢 我作为市委书记 简直觉得无法理解 伤害 强奸 你说一个县委书记的素质 难道就低劣到这种地步了吗 上权志的反问 让黄俊卿一时间无言以对 杜双鱼是三年前上任的县委书记 刘敏之一例推荐 而美九龄也很欣赏这个颇为懂事的人物 而他对这个头脑很好用的家伙 印象也还是不错的 当然他也听到过这个人的一些传言 说此人在男女关系上有些不太干净 只是作为县长县委书记 又有几个在这方面纯洁无瑕的 在这一点上 黄俊卿很清楚 连徐忠志 彭永冰和刘敏之 那都是屁股上的石擦不干净的角色 上行下校 你又如何让杜双鱼这些人就干干净净啊 上书记 强奸和伤害这些事情经过核查了吗 黄俊卿的情绪终于稳定了下来 不再那么咄咄逼人 只是语气里质疑的口吻仍然浓烈 老黄啊 我知道 你对发生这种事情觉得难以置信 说实话 在陆卫民和沈君怀来向我汇报的时候 我也觉得不可理喻 你说作为县委书记 也许反贪污这一类事情的 我们以前都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下属 心里也可以说是有准备 怎么会钻出来强奸和伤害的事情呢 这里只有我们俩 我说一句不负责任的话啊 你当个县委书记 搞女人也就罢了 怎么会有强奸这样的手段呢 我真不知道 这样的人 怎么会被提拔到县委书记的职位上来啊 上全志一边连连摇头 一边介绍道 卢卫民和沈君怀向我介绍了这个情况 杜双渝强奸了在苏桥宾馆 担任服务员的两姐妹 而且还把这两姐妹一脚登开 对方父亲不服气 找他要说法 他就安排人把对方打伤 并用职权将对方拘留 最后又通过他的联紧 也就是前期已经被检察院刑事拘留的 泽口县公安局局长 找人打伤了两姐妹的兄长 违逼对方不准再继续上访 黄俊卿离开上全志办公室时 头脑都是昏昏沉沉的 他都有些记不清楚 上全志究竟说了一些什么话 但是有一点基本上是可以确定的 是检察院拿下杜双鱼 那是有了铁证了 否则不会不交给纪委 而是直接由检察院接手 涉嫌读职 当然这也许只是一个由头 下一步也许就是从读职当中 牵扯出更多问题和更多人来了 苏乔历来是刘敏芝的老巢 在刘敏芝这棵大树倒下之后 杜双鱼这个附着在旗上的巢也就会随之落地破碎 免不了就会有无数顽轮要砸碎 覆巢之下焉有顽轮啊 这句话绝不仅仅是一个成语那么简单 这已经被无数历史名证所验证 而这一次恐怕又要在苏乔官场上上演了 孟凡英觉得自己整个身体都快要惊乱了 当得知杜双鱼被检察院带走之时 他是第一次发现内心感到了恐惧 坐在办公室宽大的老板仪里 他竭力地想要驱逐调发内心的含义 虽然他早就知道 陆伟民上任政法委书记之后绝对不是善茬 但是还是没有想到陆伟民的动作会来得如此凶猛而狂暴 泽口县公安局长吴泽华和副局长齐国胜一起落马 已经让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危机来临 但毕竟吴泽华和齐国胜那只是科技干部 而且据他从泽口和叶和那边得到的消息 应该是从一起刑事案件当中衍生出来的问题 也就是说陆伟民是实打实的拿住了证据 才会让沈君怀和唐孝他们动手 但是杜双渝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杜双渝是市委委员 苏乔县委书记 那可是宋州的一方诸侯啊 在苏乔县这块地盘上跺一跺脚 那都得变色的人物 现在检察院就敢在召开全市组织工作会议上 把人直接带走 这简直就是一种公然的宣誓 孟凡英可以想象得到 这对于全市的县委书记和各局行部委的一把手们 将会是一次多么大的震动 其冲击力比什么反腐唱联教育片都要强一百倍啊 涉嫌强奸伤害和独职 强奸和伤害 那应该是公安机关调查的事情啊 为什么他这个市公安局长都不知道啊 独职 那倒是检察院负责调查的案件 但是真的独职了吗 不会牵扯到其他 打死他孟凡英 他也不相信啊 也许这就是给外界的一个安慰 这是给谁的安慰 宽自己的心吗 如果真要是这样 那自己可真就危险了 微微的坐直身体 孟凡英努力的要让自己的心境沉静下来 他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主 杜霜鱼灾了 那只能说明杜霜鱼不是食物 并不能说明其他 孟凡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拿起电话 艰难地拨出了一个号码 电话里传来嘟嘟的盲音号 孟凡英猛然又把电话按下 双手死死地按在脸上揉搓着 这一步走出去 风险一样巨大 投向他们就能保得住自己吗 可是自己有选择吗 手重新拿起电话 孟凡英再度拨出那个号码 如果这一次再打不通 那就意味着上舱不让自己走这条路 但是电话另一头响起了都的长音 孟凡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电话通了 喂 少数捷啊 我是孟凡英 对 我下午想到您那里去汇报一下工作 不知道您方不方便呢 哦 下午有常委会啊 那您看什么时候 好好好 五点半 行 行 我五点半准时到您办公室 撂下电话 孟凡英几乎是消耗了全部力气 俄纪甚至已经有了汉意 咬了咬牙 又打了一个电话 至今呢 我交代你的那些材料准备好没有 都准备好了 保管好 到时候我需要就给你打电话 你马上给我送过来 封好了放保险柜里 一事两份 保管好就行了 沈淮君和唐校突然从泽口转移到苏桥 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 孟凡英自己知道自家事 他在苏桥担任县政法委书记 见公安局长这么多年 怎么可能没有一点问题呢 就算是自己走了好几年 但只要是有人想搞你 你一样也是跑不掉 这一次检察院如此凶猛出击 孟凡英可以断定 苏桥县委县服 绝对会在这一轮风暴当中被刮到不少大树 而大树倒下会牵扯纠缠到哪些人 想一想孟凡英都觉得心里发寒 手指在键盘上重新波动 小冯啊 我孟哥呀 怎么这么久没来宋州啊 发财的机会哪里都有 宋州也不缺吗 当然欢迎了 啊 还行 过得去吧 啊 星期六 我到长州来 对 什么事 哈哈哈哈 孟哥能有什么事啊 想请你和方省长一起吃顿饭 对 如果时间合适的话 那当然最好了 没事 就是吃顿饭 放下电话 孟凡英仰靠在老板椅里 像是放下了一块大石头 没给自己任何肯定的承诺 这些人永远都是这样 但是有一丝机会 他就只能去争取 他还得打几个电话 不管有用没用 他现在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欢迎收听 游览人听书原创录制 小说 关道无疆 作者瑞根 演播 左右 市委常委会议上 气氛比任何一次都要更加严肃音域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政法委书记陆伟民宣布了杜双鱼 接受检察院调查的情况 根据目前初步查明的情况 杜双鱼在担任苏桥县委书记期间 涉嫌多起刑事犯罪 包括强奸和故意伤害 同时还涉嫌滥用职权等独职犯罪 这一方面的情况 市检察院已经基本调查属实 杜双鱼在多起犯罪中 导致受害人家属上访 而他为了掩盖其犯罪事实 指使苏桥县公安局人员 采取威吓 殴打 诬陷等手段 致使一名受害人受伤致残 卢伟民在情况通报中 相略得当 已经查清楚的情况更加详细 而正在调查的则语焉不详 一语带过 不过在座的都是酒精沙场的角色 自然能够从其中听出一个大概来 伟民啊 杜双鱼既然是刑事案件为主 那么应该由公安机关介入侦查才对呀 检察院这么大张旗鼓的稿 是不是有些宣宾得主了 杨永贵也是担任过市委政法委书记的角色 对于这方面情况 他并不陌生 哦 我已经和上书记汇报过了 马上由公安局派人接受调查 至于是检察院这边为什么会先行介入 那是因为线索是从折口县公安局原局长吴泽华 涉嫌寻私枉法和受贿一案当中反映出来的 当初也反映的是杜双鱼涉嫌滥用职权 所以才会是检察院介入 没想到经过调查之后 发现了杜双鱼更恶劣的行为 还涉嫌强奸等恶性犯罪 这也是今天上午一直到中午1点钟 才基本核实这一线索 所以我打算下午就让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同志 接手调查此案 陆伟民显得挥洒自如 他也是有备而来的 拿下杜双鱼不过是第一步 但这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关键 杜双鱼不能算是黄俊卿 徐忠志和庞永冰的贴心人 他能爬到苏乔县委书记 主要还是靠了刘敏之为他使力 刘敏之在美九龄那里还算是说得上话 正是因为刘敏之的努力 才使得杜双鱼勉强坐上了苏乔县委书记的位置 不过要说杜双鱼那也还真有些本事 短短两三年时间就把苏乔摆得四平八文 就连郭大奎这种土生土长的干部也一样 只能在他面前低眉顺眼的臣服 不过臣服的背后肯定也隐藏着不甘 加上杜双鱼也有些得意忘行了 才会有今日 店子宁受人指使来苏乔宾馆向自己举报 很有可能就是受到国大奎的指使 当然县委副书记和县纪委书记严永青 或者宣传部长米荣亦有可能 但严永青这个人陆伟民不熟悉 以林药习和米荣的性格 陆伟民觉得恐怕他们俩还没这份胆破 检察院就这么确定杜双鱼设案 之前我们为什么从没听过这方面的消息啊 徐忠志脸色沉郁冷冷地问道 是啊 这么大个事情 一说牵扯到这么多 怎么之前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庞永冰也是大为不分 陆伟民这个家伙居然绕过纪委 直接动用检察院的力量拿下了杜双鱼 虽说牵扯的案情的确是滥用职权 检察院直接插手也不算越线 但是这却打破了董干部 素来是纪委先行 检察院后续跟上这一格局 这是开了一个相当危险的头啊 对庞永冰来说 无异于也是敲了一记警钟 让他不寒而栗 失去了纪委监督查处权的垄断性 那也就意味着陆伟民可以肆无忌惮地 动用检察院的力量来插手任何一个地域 任何一个领域了 而且检察院具有中结权 可以自始至终介入 而纪委在调查结束之后 一旦确定构成犯罪 最终还是需要移交给检察机关 如果连先期调查权 检察院都要接管 那自己这个纪委书记 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呢 事实上这个情况早就有发现 受害人家属多次到市政府 市纪委市政法委反映情况 我去查阅过市政府信访办 还有市纪委接待室 以及政法委接待室 每一处至少记录都在两次以上 但是都没有给对方一个明确的答复 要么转签 要么直接就没有答复 市公安局那边也接待过 纪委也是签过去的 市政府是批转的 只不过市公安局都是以查无实据为由 给搪塞了 陆伟民语气很冷淡 也正是因为对方屡次上访 杜双渝才会让苏乔公安局把对方抓回去拘留 然后又让人将其腿部打伤 最后通过吴泽华在泽口将受害人的儿子砍伤 威胁其一家不准再去上访 陆伟民言语中充满了轻蔑和冷淡 听得徐忠志和庞永冰面色都变得更加难看 正是我们市委市府职能部门的视而不见 充耳不闻 可以说是独职的不作为 才使得杜双渝肆无忌惮的罔顾良知 践踏法律 让整个事情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使得变家这个家庭从两个受害人 变成三个受害人 四个受害人 这个时候 我却在这里还要听某些人在我面前吵嚷着 说怎么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方面的消息 还在这里质疑情况的真实 我他妈真替他感到脸红 害臊 这他妈还是共产党执政的地方吗 陆伟民本来就是一肚子气 因为没有纪委这个部门的特殊职能作为依靠 单单是以检察院的侦查手段 就需要在很多地方受制于法律规定的实现 这就要求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 在调查时更讲求手段和效率 这一段时间 唐校带着检察院一帮办案人员 可以说是夜以继日 连番的搜审 提审 就是要在法律规定的时间之内 反程取证 他也是陪着熬了不少通宵啊 基本上每天都要听一次案情进展汇报 这一段时间连宣传部那边的办公室 他都没有踏足 今天好不容易才算把杜双鱼这条大鱼 给收网拉了进去 下午这一开情况通报会 就有这些人在这里冒酸水 听得他火气蹭的一下就窜了上来 说话也就有些不关不顾了 徐忠志和庞永冰都是勃然大怒 这陆伟民简直是要翻天呢 居然在常委会上公开辱骂打脸 这适可忍孰不可忍啊 陆伟民 你今儿个把话给我撂清楚 徐忠志脸色铁青 阴森森的道 行陆大 就你一个人清正绵明 在座的都是无七八糟 你他妈算是个什么玩意儿 你才来宋州几天哪 就敢如此放肆 谁给你这么大的仪仗啊 徐永冰也是气得脸色煞白 但是他底气没有那么壮啊 辩家的确是来过世纪委 举报反应过好几次 也曾经报道过他这里 但是都被他压了下去 没有安排人专门调查 给你料清楚 你算个什么玩意儿 我没有指明道姓 你心虚个啥呀 陆伟民眯起眼睛 脸上浮起轻蔑的笑容 狂野彪悍的回应 没做亏心事 就不怕鬼叫门 黄市长都没有说话 轮得到你徐忠志 来阅足带袍吗 马不知脸长 倚仗 谁给我倚仗 这个问题更简单 庞永冰 谁给我这个市委常委身份 谁给我这个政法委书记的身份 谁就给了我这个仪仗 谁也没想到 陆伟民竟然如此嚣张 霸气的回敬了徐忠志和庞永冰 这简直就是活生生的 要彻底翻脸的表现 即便是圣权志和黄俊卿 也都没有料到 陆伟民会表现得如此不留情面 那骨子气势汹汹的彪悍劲 几乎就是要摩拳擦掌 开打的前兆啊 常委会议室里的气氛 一下子到了爆发的临界点 陆伟民双肘撑在桌案之上 一副桀骜不驯 挑衅的架势 而徐忠志和庞永冰 更是被陆伟民这副 好战姿势挤得蹊跷生烟 但是又觉得 在这种情况下 爆发冲突不是最佳时机 一时间也有些尴尬 圣权志很敏锐地 把握住这个节点 评诉 徐忠志和庞永冰二人 经常洋奉阴违地说风凉话 虽然不正面顶撞自己 但是 每一次做出一项安排意见 或者决定 总会遭到这两个家伙 不冷不热的纠缠反对 这也让他逆为无比 今儿个 陆伟民这突如其来的发飙 简直就是帮尚全志 倾泻了一番憋在胸中的 欲结之气呀 尚全志很想让陆伟民 就这样继续下去 最好能把徐忠志和庞永冰这两个家伙给他折腾个够 反正陆伟民这个家伙也是皮糙肉厚精力充沛 那就让他与徐忠志和庞永冰去纠缠不休吧 不过 尚全志也知道 再这么放纵下去 常委会就得失控了 作为市委书记 他不能感情用事 虽然他也很希望看到 陆伟民好好地教训徐忠志和庞永冰 尤其是陆伟民 回敬徐忠志那句 你算个什么玩意儿 简直就是说到尚全志心里去了 理论上 在常委会上 每个常委都只代表常委个人 也就是说 常委会举手表决都只有一票 以党内职务来说 除了尚全志这个市委书记之外 也就只有黄俊清 佟云松和杨永贵 高出陆伟民办筹 无论你徐忠志也好 庞永冰也罢 哪怕你当常委的时间 比陆伟民早十年 那也是一样 常委中只有分工不同 各自分管各自的领域 常委之间不存在 谁比谁高一头 谁资格劳 也就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现象 不存在 那也就没谁 要给谁一个交代和说法 够了 你们几个还有完没完呢 这是市委常委会 不是泼妇马街的市警 尚全志提高音量 微冷四射的目光 环视众人 看看你们的表现 这就是代表宋州 六百四十万百姓的决策层吗 同事之间有不同意见 难道就听不进去了 老虎屁股摸不得 还是忠言逆耳受不了啊 太不像话了 陆伟民很知趣的低垂下目光 双肘虽然还是撑在桌岸上 但是身体却往后收回了不少 那股咄咄逼人的彪悍气势 也收敛了不少 徐忠志和彭永斌 同样也只有默不作声的 听着尚全志的批评 表现出一副认真倾听的模样 这在以往是很少见的 和陆伟民对志互轰 甚至还处于下风 其实这也就意味着 他们站在了一个 等待被尚全志裁判的境地 在以往 尚全志对他们的批评 他们可以淡然处置 但是今天不一样了 尚全志的批评 却是连他们和陆伟民一道批评 如果不接受 那也就意味着 陆伟民同样可以继续 向他们发起进攻 而今天 实际上他们已经失去了锐机 落了下风了 陆伟民的步步紧逼 那是拿住了几方的把柄 继续下去 只会让他们更加难堪 更狼狈 杜双渝的案件 现在是由检察院在负责调查 但是如果是普通刑事犯罪 该由市公安局介入调查 要由公安机关来负责 市纪委也要履职 主动和检察院方面接洽 按照各自的分工 认真查明情况 不要觉得老子天下第一 自己找一找自己的问题 尚全支毫不客气地批评 市纪委 庞永冰的脸也是红一阵 白一阵 若是以往 在这种情况下 他怎么着也得辩解一番 但是今天 他却只能摇住牙关 低着头 瘦了 老红啊 我们市委市府的工作作风 的确需要好好地整治一番了 刚才为民提到的受害人一家 多次来咱们市委市府反映问题 但是我们市委市府各级职能部门 没有给对方任何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复 而受害人一家所受到的伤害 却是日复一日 这种事情 是多么令人痛心呢 尚全支 于其中充满了痛惜和遗憾 老同啊 今天常委会之后 你和昌俊 永冰 好好地研究一下 针对我们市委市府 机关作风 拿出一个方案 好好整对一下 我们的机关作风 抓几个典型 该处理的要处理 要让我们宋州的机关干部作风 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常委会议结束 徐忠志夹着包 扭头就走 庞永冰本来想去和黄俊卿一道走 但是看到黄俊卿阴郁的脸色 再看看徐忠志森冷的表情 犹豫了一下 才和黄俊卿打了个招呼 碾徐忠志去了 忠志 你怎么一回事呢 给老黄做脸色干什么呀 这都什么时候了 我们自己还要闹别扭啊 庞永冰有些焦躁的 急不赶上前头 头也不回的徐忠志 你那不是故意让那边看笑话吗 看笑话 今天会上我们的笑话难道还少啊 徐忠志从鼻腔里轻横了一声 流露出说不出的不屑和轻蔑 你看看老黄的表现啊 他怎么了 处了还是怕了 或者谢虚了 觉得和尚全志叫板不合适了 和尚全志叫板他不敢 教训一下陆伟民他总可以吧 但你看看他做了什么 一言不发呀 我看杨永贵还说了两句不疼不痒的话呢 他呢 听故事听入迷了 庞永冰其实心中 也是对黄俊卿今天的表现很不满意 往日里 黄俊卿纵然不合尚全志正面对抗 但是有他从中回转 很多时候矛盾就不会那么尖锐 今天陆伟民这家伙明显就是欺负上门了 如果还任由他骑在脖子上拉屎 那下一次常委会 只怕就要被他指着鼻子骂娘了 都是陆伟民这个王八蛋 太放肆了 庞永冰咬牙切齿的道 他为什么这么放肆 还不是被放纵出来的 今天若是黄俊卿毫不客气的打断 给他顶回去 他陆伟民敢这么嚣张放肆吗 就算是尚全志 也不可能这么放任陆伟民 为所欲为呀 徐忠志语气离说不出的愤怒 黄俊轻怂了 咱们这个群体游难了 忠志 不至于吧 庞永冰心中一寒 下意识地问道 都这个时候了 开工没有回头见 有得了他吗 徐忠志脸上掠过一抹阴雾之色 两个人走到楼下 一直往外走 看看四周无人 徐忠志才淡淡地道 恐怕他有些贱梦 我们得找个机会 提醒提醒他 才行啊 欢迎收听 游览人听书原创录制 小说关道无疆 作者瑞根 演播左右 卫民 今天怎么了 突然发飙啊 我看徐忠志和庞永冰 鼻子都快气歪了 陈昌俊一只手夹着包 漫步走到陆卫民身旁 一只手很随意地 拍了拍陆卫民的肩头 这可是常委会呀 你这一发飙 把大家都吓了一跳 很久没见到这种场面了 陈昌俊很少有这样亲热的动作 至少对陆卫民是如此 即便来了两个月 陆卫民觉得陈昌俊 对自己还是有一些 说不出的疏离味道 相比之下 沈子烈和陈昌俊 关系就要密切的多 陆卫民也不知道 这是什么原因 他也很小心地 在向以上权制为核心的这个群体靠近 对于上权制 他自认为已经逐渐地赢得了对方的认可 兼任政法委书记就是一个名正 但是获得认可 并不代表你就能进入对方的核心圈子 就目前来说 上权制的核心圈子仍然没有扩大 只有陈昌俊和沈子烈 其中 沈子烈还居于从属地位 陈昌俊才是上权制最倚重的角色 安德剑一直到走 也没有进入上权制的核心圈子 当然 这可能和安德剑的身份 以及他本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也许他认为 他不需要用效忠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 他自身的能力足以让上权制对他一中三分 不过 自己和同云松还有些不一样 照说同云松和安德剑身份一样 作为市委副书记 他也可以做到安德剑那样 但是 人与人不同 同云松无论是气度 心胸 还是手腕能力上 都要与安德剑差了不止一丑 安德剑可以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 在上权制眼皮子底下 拉起他自己的人马 而且还能获得上权制的首肯 比如杨达金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杨达金坐上了市委办主任的位置 就算是现在需要让他疼地方 那也得给个足够分量的位置 他才能挪呀 而同云松显然还没有做到 或者说他做不到 至于自己 陆伟民知道 自己的角色身份不一样 作为宣传部长和政法委书记 而且他如此年轻 你想要在宋州拉起一票人马 建立自己的体系 那不容易 但并非说 这就是毫无机会 自己当然不会去和上权制对阵 现在的局面 上权制在不断地打压黄俊青 徐忠志 还有庞永冰 他们这个体系 而且 根据陆伟民的判断 这一趋势只怕是不可逆转 尤其是在上权制通过各种方式 已经获得了邵敬川 在这方面的认可时 这就更加速了这个趋势的行进 随着黄俊青 徐忠志和庞永冰 他们这一党人马的消亡 副厅级干部 陆伟民没有奢望过 但是向日后 这种触及干部大调整中 自己能够获得足够的发言权 而想要获得最大的发言权 除了要更进一步 巩固自己在上权制心目中的印象之外 还要让上权制意识到自己对他有用处 没有用处的人 无论你对他有多忠诚 也不可能获得多少人世话语权 这一点陆伟民很清楚 你想从上权制那里获得更多的话语权 那就得让他觉得你不可或缺 有些工作离了你 他就玩不转 玩不好 只有这样 你才能体现出你的价值 而你才能用自身的价值 去博得属于你的话语权 陈昌俊就是凭着他对上权制的用处 才会一步一步走到上权制智囊的这一角色 相比之下 神子烈的作用就要弱很多 这也使得神子烈在上权制那里的话语权 远不及陈昌俊 我忙前忙后一个星期 这一个星期基本上就没怎么睡觉 随时都要想着案情 这还不都是那个庞永斌和徐忠志 这俩王八蛋搞出来的破事啊 边家的人在事纪委反应了两次 事纪委信房接待事 只做记录 不做根本调查 就这么转批给公安局 可人家分明反映了杜双鱼受贿一案 他们连过问一下的兴趣都泛泛 市政府那边也是一样 信房局两次接待都是直接转给公安局 而市公安局那边也是树枝高阁 我没说更难听的话算是对得起他们了 陆卫民一脸的满不在乎 他们又没有漂亮女儿打算招女婿 所以我没打算招他们喜欢 就算没这事 我想日后让他们难受不高兴的事 还会一件一件的冒出来 日后啊 还有的嘴皮官司要打呢 无所谓了 陈昌俊哈哈大笑 无论是玩笑话本身的内容 还是流露出来的真实寒意 都让人感到愉悦 走吧 上书记办公室里去 老同和子烈都先过去了 陆卫民点了点头 看样子 同云松适应和融入的速度也很快 当初安德剑还有些担心 同云松迟迟不能进入状态 但现在看来 同云松虽然没有安德剑 那么大的魅力和手腕 但是有样学样的领悟能力 还是很强的 在场面上私混了几十年 能走到这个位置 就算是某方面条件差了点 但基本素质还是具备的 能够很清楚的分清形势 上权制的表情看不出什么 但是陆卫民能感受到 对方流露出来的那种满意 显然今天的常委会 开得很尽兴 卫民啊 日后要注意一点言词 粗话也话少一点 别让人觉得你太粗鲁 没素质 别把自己和那些人 放在一个水准上 果然 尚权制没有说其他 只是含笑 让陆卫民注意言词 尚书记 不是我想骂娘 但的确是 有些人做得太过了 你不干事也就罢了 别人干事 你还在那里 叽叽歪歪说三道四 这些人 我看就是纵容惯了 得好好地敲打敲打 让他们清醒清醒 我就来当这个急先锋吧 反正我这个人呢 皮糙肉厚 不怕折腾 随便他们怎么玩 我都奉陪到底 陆卫民有些 乍乍乎乎地嚷着 满脸不在意 卫民啊 杜双鱼的问题 已经确定无疑了吧 不会有什么反复吧 同云松还是有些不放心 先翻一个县委书记 居然就在无声无息当中 而且甚至连旁永兵 控制下的纪委都不知道 这也太害人听闻了 这让同云松 对陆卫民又高看了几分 这个家伙才担任政法委书记几天呢 啊 居然就不声不响的 掀起一波接一波的巨蓝 也难怪徐忠志和庞永兵他们 会如此失态 放心 同书记 如果不是为了力求稳妥可靠 唐孝他们也不会拖了这么久 才动手的 事实上 以我们原来掌握的一些证据 提前几天动他 问题也不到 就是为了防止日后出现什么古怪 我让唐孝他们 宁肯多拖几天时间 把外围的证据都查清楚 掌握牢靠 才拖到今天才动手 让今天这个组织工作会议 出了这么大的风波 我也不想 但却不敢再拖下去了 陆卫民正色道 在这个问题上 他不想受人一柄 我给唐孝他们的要求 只有一个 检查机关办案 要严格按照法律程序 不枉不纵 经得起历史检验 不能掺杂任何个人情感在里面 我也要求他们 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 必须要时刻汇报 就像我也一样 要随时像尚书记和佟书记 汇报一样 尚全智和佟云松 都满意的点点头 陆卫民在这方面的态度很谨慎 这也是他们希望看到的 如果陆卫民 出掌政法委 也变成严格不受控制的 独立王国 那绝对是他们不能接受的 嗯 是应该这样 尚全智点了点头 只是这杜双鱼一落马 他在苏乔任职多年 历任县长和县委书记 根据下面反映 苏乔县里的问题相当多呀 我有些担心 会不会牵扯出更多的问题来 维民娜 你怎么看呢 陆卫民注意到 尚全智 佟云松和陈昌俊 对这个问题都很关注 几个人的目光 都落在自己身上 他想了想才道 目前 检查机关是以独职为由 调查杜双鱼 但是据我的判断 杜双鱼的问题不小 因为已经有一条线索 反映出他收受贿赂 如果再顺藤摸瓜地查下去 肯定会牵扯出很多东西出来 我有些担心 纪委那边恐怕也要插手进来 到时候如果演变成纪委主导 建尚全智和同云松都有同感的点点头 卢伟民又继续到 而且杜双鱼还牵扯到一些普通的刑事犯罪 县公安局那边肯定是无法介入 但是市公安局那边我也有点担心了 这一点要请尚书记和佟书记斟酌一下 陆伟民对问题考虑的相当周密细致 把上全智和同云松担心的问题都考虑到了 这让上全智越发觉得 自己选择让陆伟民来兼任政法委书记 是一个明智之举 都说这个家伙在搞经济那方面很有一套 没想到在搞这方面同样也是思路缜密 走一看三 维民哪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上全智知道 陆伟民肯定已经有了一些对策 所以也就静止问道 我的想法是成立一个专案组 由我挂帅 名义上是以检察院为主 调查杜双鱼独职 但是鉴于杜双鱼可能还会牵扯到 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 所以要抽调部分纪委干部和公安干警 各司其职 几条腿走路 涉嫌到独职滥用职权 循私枉法这一类的犯罪 由检察机关直接调查 涉嫌贪腐受贿 可以由纪委先行调查 涉嫌普通刑事犯罪的 由公安机关侦查 统一由专案组来协调指挥 陆伟民淡淡的道 专案组直接对市委负责 最后一句话 很重要 设立专案组无可厚非 关键是由谁来担任组长 如果杜双鱼涉嫌的问题主要是贪腐 那么从常理和惯例来说 一般要由纪委方面牵头挂帅 这无疑是上权制不能接受的 陆伟民非常巧妙的把涉嫌读职 提到了相当高的高度 言必称循私枉法 把检察院的职能推到第一线 那么作为政法委书记 自然就应该挂帅 至于后续可能牵扯出来的贪腐案情 那都是顺藤摸瓜摸出来的 专案组只要有纪委公安的工作人员参加 他作为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 一样可以指挥协调 顺理成征 合情合理 谁也说不上个啥 关键还是最后一句 专案组直接对市委负责 直接对市委负责 那也就意味着 专案组来自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 一旦进入专案组 那么就不再受原单位部门的管辖领导 只对专案组负责 而专案组也只对市委负责 既不对政法委负责 也不对纪委或者检察院公安局负责 这就是把一切权力统一到了市委旗下 同时 这些人员来自各个部门 同样具备了行使这些部门 所具有的权利的可能 这就相当于变相剥夺了庞永冰 对纪委在这个案件上的干预权 也剥夺了孟凡英对公安局在这个案件上的干预权 把这个部分权力过度给了陆伟民 我看可以 上权制略加思索就明白了陆伟民的意图 微微一笑 同意到市委领导下 有利于充分发挥各部门的合力 提高效率 节省办案成本 加快案件的查处 同云松和陈昌俊 以及沈子烈 也都很快明白了这其中的奥妙 都是点头支持 上权制又问了几个细节问题 陆伟民也是逐一对答 这个事情就算是基本定了下来 同云松又把话题回到了苏乔县的局面 这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 杜双渝肯定是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位置上了 这个县委书记位置就会空出来 估计最迟明天晚上就要对杜双渝采取行事强制措施 也就意味着宋州市委 可能马上就要考虑苏乔县委书记 由谁来继任的问题 这还只是一方面 陆伟民刚才也说了 虽然现在还没有情况反映出涉及到其他人员 毕竟这还只是一个单纯的刑事案件 但是一旦杜双渝真的觉得自己的前途无望 那没准就有可能会张开嘴巴乱咬人 这其中不可预测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 但首当其冲的肯定会是苏乔县委县府 这就要求一个具有相当经验和魄力的角色去掌控局面 避免局面变得不可收拾 陆伟民知道 虽然自己正在慢慢的步入上权制的核心圈子 但在这个时候 还是别对这些敏感话题发表意见 佟云松提出这个话题 是因为他是市委副书记 同时更多的是着眼于杜双渝 可能会牵扯到苏乔县委县府的其他班子成员 希望上权制要提早做出准备 在县委书记这个重要的位置上 即便是他这个市委副书记 也没有太多的发言权 这一点 佟云松同样清楚 果然 上权制并没有就这个问题多说什么 只是让陈昌俊下去之后 和部里面重点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陆伟民心中唏嘘了一声 虽然上权制已经对自己刮目相看 但是 在这些话题上 还轮不到自己察言 不过他也并没有什么不舒服 他相信 随着时间的推移 局面的发展 总有一天 他会在这些问题上 拥有 发言权 欢迎收听 游览人听书原创录制 小说 关道无疆 作者瑞根 演播 左右 回到政法委办公室 陆伟民难得的觉得今天可以放松一下 唐孝他们突审杜双鱼 估计不到今晚十二点 不会有结果 就算是有结果 唐孝他们也不会满意 不把他们掌握的线索彻底挖出来 他们也不会罢休 想到这里 陆伟民嘴角就忍不住 扶起了一抹微笑 杜双鱼有难了 唐孝他们这帮反贪局的家伙 早就已经被这几年的无所作为 憋足了劲 而前妻在泽口又首战告捷 现在捞到一条足够分量的大鱼 那还不得把十八般五一都使出来 就算杜双鱼是铁打的金刚 也得被融成铁水 也该到宣传部那边去看看了 好几天没过去了 何静打来几个电话 汇报工作 都被陆伟民直接委托何静 全权处理 这个甩手掌柜当的也伪实大方 刚走到宣传部那边 陆伟民就碰到了萧英 陆伟民也有一两个星期 没见着萧英了 看到萧英也是格外亲热 招呼对方到自己办公室里来 怎么我到宣传部当部长 你反而和我生分了 我到宋州这么两个多月了 你来我办公室来了几次啊 陆伟民笑眯眯的问着萧英 萧英打扮得清爽衣人 一件裹绿色的短袖衬衫 下面一条非薄的黑色窄腿筒裤 把本来就苗条的身材 颤脱得更加心肠柔美 陆部长您才过来 事情那得多忙啊 我来打扰您 那不是给您添乱吗 萧英笑了笑 温润如玉的面颊上 浮起一朵酒窝 柔顺乌黑的绣发垂下 落在肩头 多了几分清理脱俗的气质 让陆伟民也是心中一动 哼 萧英啊 这话要是换了别人 我也就信了 但换了是你 我觉得你说的不对啊 陆伟民是以萧英落座 人在一乡 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是孤独 我才来宋州 人生地不熟 遍地荆棘 举目无亲呢 最盼望的是什么 就是熟人 朋友 能多过来坐坐 有个谈得来的人 聊聊天 你可倒好 就我来的那一天 你露了个面 然后就给我打了俩电话 再就看不到人影了 啊 啊对了 还是看到人影了 我在文化局调研 瞅了一眼 然后再一瞅 没人了 我又不是主要领导 你来调研 不用我陪着 我该下去 干我自己的事 还得干呢 萧英心里有些愧疚 陆伟民所说的 她刚到宋州之时 也一样深有体会 即便是现在 这种感觉还时不时的 浮起在心间 总觉得宋州不是自己的家乡 虽然魏如超和令狐道明 对自己一直很不错 但是他也知道 很大程度上 是看在杨达金的面子上 直到陆伟民突然驾临宋州 担任宣传部长 自己在局里面的地位 突然就为之一变了 其他人虽然不知道这里面的门道 但是看到魏 令狐这两个局长 都对自己异常的客气和热情 自然也能猜测出一二 尤其是文化机关里 人虽然不多 但是下面事业单位 却是林林总总十来个 行政和事业编制人员 算一算好几百呀 调换也很频繁 不少人虽然不怎么样 但是消息却是格外灵通 自己是从风舟过来的 现在又来了一个风舟过来的宣传部长 自然就会有人把其中的关系 想到一起 嗯 我调研当然不需要你陪呀 那我没事 孤独寂寞无聊 是不是该来陪我排解一下烦恼 苦闷呢 陆卫民用调戏的口吻 微笑着反问 萧英脸一红 用称怪的目光扫了陆卫民一眼 你说话 注意一下场合 注意一下场合 陆卫民更是轻笑桥鱼 那意思是换个比较私密的场合就可以更放肆了 萧英被陆卫民的调侃放肆 给斗得分夹飞红 心中一阵猛跳 狠狠地瞪了陆卫民一眼 你怎么了 怎么尽说这些疯话呀 谁让你做一句陆部长 又一句陆部长的 不是说好私下场合叫名字吗 陆卫民懒散地道 这一段时间 被陆部长 陆书记 叫得我自己都觉得 我是不是老了十岁 全身都不得劲 我就在琢磨 和我陆部长 我就觉得我像是三十九 再喊一声陆书记 我觉得我已经是四十九了 老哥不老腿了 人哪 就是活生生的给喊老了 尤其是你们这些熟人 萧英努力让自己的心境平静下来 哟 你不说我都忘了 该叫你陆书记了 萧英 你是不是还要恶心我呀 好 那我可要叫小樱桃了 陆卫民眨巴眨眼睛 一脸坏笑道 你 萧英大羞 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本来以为自己离开丰州 和这个男人的交织 就会逐渐变少 最终慢慢淡忘 但没想到 命运竟然如此捉弄人 居然又把这个男人 送到了自己身边 而且成为自己的最高领导 这让萧英忍不住有些迷惘 难道这就是命运的安排 那一日 得到陆卫民要来担任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的消息之后 萧英发现 自己内心竟然有一种欣喜若狂 而又无比期待的感觉 那一晚他失眠了 他为自己的这种感觉感到害怕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喜悦和期盼呢 难道自己真的有点情难自尽了 他不愿意相信这种感觉 陆卫民是个强人 能人 在工作上证明了这一点 这么年轻就能当上副厅级干部 更是一个名正 但是萧英发现 自己听到他要来宋州之时 回忆起的竟然是那一晚 自己前夫意图纠缠自己时 陆卫民表现出来的那种彪悍和关怀 甚至还有陆卫民的手 触及到自己胸脯那一瞬间 刻骨铭心的感觉 这让他尤其感到羞愧和耻辱 而且还很恐惧 他不是恐惧自己会无法自拔 而是恐惧自己如果被这种情绪所困扰 一旦自己在某个时刻无法控制 自己和陆卫民就会陷入某个难以破解的局中 因为直觉告诉他 陆卫民对他也有那么一丝伴侣的特殊感觉 或者说是情愫 也许二人之间的这种感觉或者情愫 会在特定的时间演变成天雷勾地火呀 所以他在陆卫民来宋州之后 只在陆卫民来的第一天帮忙收拾了屋子 然后就不再出现 就是要躲避这种可能 但是越躲避就越发现这种感觉越发浓烈 这让他既感到害怕又感到震惊 看见萧英满脸娇羞夹杂着一抹脑子 陆卫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这一瞬 仿佛这么久以来的疲劳顿然消失 好了 你别在那恼怒了 你别说啊 这小樱桃叫起来朗朗上口 快亲切的 哎 要不私下 我就叫你小樱桃吧 陆卫民砸着嘴道 你敢 萧英气急败坏 这个家伙还是这般悖懒 都是当部长的人了 不过正是在自己面前的这般无忌和自在 更让萧英感觉到心动 有你这样当领导的吗 好 那有你这样当朋友的吗 陆卫民洋洋得意的反接 当初咱们是怎么说的 被陆卫民的反问说得哑口无言 讨一阵之后 小樱才咬着嘴唇道 这是工作单位办公室 万一谁进来了 我喊顺了口 让人家听见了 那还不得出大事啊 出大事 哎哟 能出多大的事啊 彼得上常委会上 我和徐忠志 庞永冰他们 咆哮对骂吗 我想很多人都以为 这才算是出了大事呢 陆卫民把身体 靠在大班椅上 哈哈一笑 啊 萧英吃了一惊 猛然捂住了嘴巴 正与说话 陆卫民的手机 响了起来 卫民呐 在办公室吗 忙吗 电话里 语气很平和 让陆卫民略感疑惑的是 有些大套的语气里 还有那么一点自然 这声音不太熟悉 但却又感觉 好像是认识的人 哈 在办公室呢 哈哈 还不是瞎忙 一边顺口应答 陆卫民的脑海 也在一边迅速的旋转 搜索这个声音是谁 怎么 没听出来我是谁啊 我还说 哪天到宋州来呢 老安走了 你接了班 我这个宋州人 也该来拜会一下 家乡的父母官啊 爽朗的语气 加上宋州人这个词 让陆卫民 一下子反应了过来 昆湖市长 毛定安 是他 他怎么会在这个时候 给自己打电话呢 陆卫民有些疑惑 但言语里 却是半点 也没有失了理数 哈 定安市长啊 乍一听 还真没听出来 不过你这一笑 我就听出来了 谁让你这么久 都不回老家呀 哈哈哈哈 卫民老弟 只要有时间 我肯定要来的 不过你出来乍到 宋州的情况 我这个家乡人 还是略知一二的 你也是 颇费心思 毛定安的声音 在电话里 显得很随意 老哥也不绕圈子了 你那里说话 方便吗 陆卫民有些警觉 看了一眼 坐在对面的萧英 慢声道 好 方便 有什么吩咐 您说 孟凡英找到我了 他觉得自己走偏了路 想要自查自究 重新走入正轨 希望能给个机会 老弟呀 能不能给他个机会呀 毛定安的话语 还是那种 不紧不慢的味道 陆卫民一愣 孟凡英 他还真没想到 毛定安会和孟凡英 扯上关系 这让陆卫民很难做呀 孟凡英肯定是有问题 问题肯定还不小 虽然到现在 没有掌握对方的把柄 但是陆卫民相信 只要自己用心去找 这都是迟早的事情 但孟凡英 也不是等闲之辈 掌握着公安局这股力量 至少到现在 陆卫民都还没有找到 真正合适的切入点 足见其对公安局 这支力量的掌控力 这家伙对改善社会治安 没有啥本事 但是 玉夏倒是有一套 他个人手脚 也做得相当干净 在苏乔那边了解了情况 对这个曾经在苏乔 当了好几年政法委书记 见公安局长的家伙 反馈出来的问题也不多 也就是反映他跟着刘敏之 为虎作伤的一些问题 当然 现在还没有找出他什么问题 那是因为没有认真 下功夫去找 真要细细琢磨 倒也不怕找不出他的问题 这年头 谁都怕共产党的认真二字 真要深究起来 有几个敢说自己 每一条 每一款都完全符合 一个党员干部的准则呀 好 定安市长 老孟是市公安局长 也许有些工作 做得不尽如人意 但是 陆伟明话未说完 就被那边的电话给打断了 老弟呀 你我之间就不说那些客套话了 孟凡英不是工作有问题 而是他脑子有问题 不过 虽然脑子有问题 但也算是聪明 能及时发现自己脑子里有问题 所以 想要治病救人 当然 救的这个人 就是他自己 算是找准了病根了 我觉得还不算晚 老弟 你说呢 毛定安的话 一下子把自己逼到了墙角 交浅延伸 毛定安能这么坦然的 和自己说这些话 陆伟明估计 多半已经是和安德剑 甚至下立行说过了 只是 陆伟明有些不解 当初 安德剑在这边担任市委副书记时 毛定安怎么不来打这座桥 却要等到安德剑离开 自己过来之后 才签这个信 定安市长 那我就说实话了 老孟的事 我做不了主 陆伟明直接了当的道 哦 怎么说呀 毛定安电话中的语气 依旧温和平静 几个方面 第一 你知道 这要看尚书记的态度 第二 也要看孟凡英 他本人的表现 第三 还要看问题的严重程度 陆伟明言简一概 他相信毛定安 明白这其中的含义 老弟说话爽快 第一个因素我不管 第二个因素肯定没有问题 第三个因素 怎么说呢 要看怎么来看吧 工作中有些事情 可能也非他所愿 但是他那个位置上 可能很多事情也由不得他呀 我想老弟也应该有体会 至于他本人的问题 我问过他 让他给我如实兜底 他说 如果不特意针对他 那都是一些人情世故 他说他有分寸 所以他自认为他可以过关 老弟啊 我也不是不懂规矩的人 我也希望把界限设定于此 呃 也就是说 如果第一第二因素 不存在问题的情况下 且孟凡英 他和我本人 交的这个底 基本属实的情况下 希望老弟 给他留一次机会 当然 第一第二因素不具备 或者他给我交的底 不属实 那另当别论 怎么样 老弟 电话里 毛定安的语气 中正平和 思路清晰 阐述的问题 有条不纹 让陆卫民的思路 也下意识地 跟着对方的话语走 毛定安的要求 不算过分 陆卫民最怕没底线的人 他估计 毛定安应该是和安德剑 或者夏立行 做过了沟通 大略了解了自己的品性 所以才会特意提到第三个因素 陆卫民 陆卫民最怕的 就是只给你说第一第二 而没有那个他最看重的 关键的第三点 那他就真不好处理了 还好 毛定安没有让他失望 哈哈 定安市长 您都这么说 那我还能说什么呀 陆卫民语气中 也是有些好奇 只是我想不到 老孟怎么会拉上你 来当说客呀 不足为外人道 哪天我回来 咱们两兄弟好好聊聊 毛定安见陆卫民已经首肯 心情也是一输 孟凡英再找到他时 就再三说 陆卫民这家伙 属疯狗的 桀骜不驯 六亲不认了 才来几天 就敢和徐志忠叫板 刚才又专门打来电话 说陆卫民在一个小时之前 在市委常委会上 又和徐忠志 庞永斌这俩人 发表较劲 弄得徐忠志和庞永斌 下不来台 这让毛定安 也是颇感惊讶 他觉得 那一次吃饭的时候 陆卫民表现得相当低调啊 基本上没怎么说话 而且敬酒的时候 也是很懂礼数的 除了年轻 还真看不出什么其他来 可是从孟凡英 嘴里介绍出来的 这个陆卫民 简直就成了两个人呢 难道说 走到不同的位置上 人的性格表现 也会大变 所以他先给安德剑和夏立行 都打了电话 说了说 这两个人都让他直接给陆卫民打 说这样更合适 毛定安也知道 他们话语中 更合适的意思是什么 陆卫民现在已经不是几年前那种 给夏立行临包 在安德剑面前一步一驱的小弟了 刚担任宣传部长 这才两个月 又兼任市政法委书记 不管尚全智处于何种考虑 让他兼任二职 那都说明 尚全智对陆卫民是认可的 他毛定安亲自给陆卫民打电话 而不是通过其他人打来电话 这也是对他的一种尊重 这很重要啊 行了 定安市长 那就说好了 我就等着你回来了 陆卫民笑着答应了下来 老弟的邀请我肯定到 到时候联系 这事就拜托老弟了 毛定安满意的挂了电话 电话刚挂 紧接着又有电话进来 是夏立行的 陆卫民不敢怠慢 赶紧又接了过来 夏立行也是说毛定安拖的事 没和陆卫民多说什么 只说在不违反大原则的情况下 他自己斟酌 陆卫民在夏立行这里就没啥拘束了 问了孟凡英和毛定安是什么关系 怎么以前好像没听过有这层关系啊 问毛定安 毛定安好像还有些不好启齿 夏立行在电话里笑着介绍 毛定安丧偶几年 这才结婚 对方比他小了十来岁 在昌州统战部工作 未曾想到是孟凡英的一妹子 孟凡英这个一妹子 一直高不成低不就 所以也就拖了下来 也不知怎么着就和毛定安走到一起了 毛定安很宠爱这个新婚妻子 所以虽然很不想介入这事 但是在妻子的软磨硬炮之下 也才有了这么一段故事 出来 欢迎收听 游览人听书 原创录制 小说 关道无强 作者瑞根 演播 左右 和夏立行聊过几句之后 陆卫民也简单的汇报了一下 在宋州这边的工作情况 夏立行倒不太在意 大概是对自己的这个秘书 很是放心 只是让陆卫民 欲试看问题 考虑的周全一些 其他的倒没多说什么 看见陆卫民割下电话 萧英这才松了一口气 前面是谁来的电话 萧英不清楚 但是从陆卫民 对对方的称谓来看 应该是比陆卫民身份更高 像是某市的市长 萧英对省里的情况 也不太了解 所以也无从判断 但是那个定安市长 肯定不是什么县级市的市长 多半是比宋州条件 还要好的城市市长 只是那边 好像是在为孟凡英说下 萧英再不知道 宋州市里的情况 也知道这孟凡英是什么人 她也知道 陆卫民出任宋州政法委书记之后 谁会睡得最不安枕 至于后面那个电话 萧英却能猜测出 多半是陆卫民的老上司 夏立行夏书记 好像现在是农业部副部长 陆卫民也不避讳自己 这让萧英心里很满足 其实女人的心思很微妙 这种无意间的亲疏 就能让他们对你的感觉不大一样 等陆卫民把电话打完 萧英这才温婉地笑道 哼 还说我不来你这里 你看看你多忙啊 这一会儿都接两个领导的电话了 我来不是耽误影响你吗 你影响我什么了 陆卫民淡淡地道 就两个电话而已 这不完了吗 这两个电话很重要吧 这么容易就了结了 不是哄我吗 萧英摇头不信 陆卫民看了萧英一眼 笑了起来 你也对咱们宋州的情况很关心啊 啊 是害怕我受不了啊 还是觉得我这根嚼屎棍 又要在宋州这堂水里 嚼起一番风浪来了 萧英抿嘴浅浅一笑 丹红的英唇一掘 如彩笔一点那般勾魂夺破 伸手拢了拢俄计的发姿 少夫的疑人风韵 随着这么不经意的一伸手 就浸润出来了 哪有形容自己是胶是棍的 恐怕不是我自己这么形容我自己 怕是市里和下面县区 很多人都在把我视为嚼屎棍啊 不过这嚼屎棍也有嚼屎棍的用处 没这嚼屎棍 你怎么知道这表面的一层耀眼金玉之下 掩盖的全是腐烂不堪 臭不可闻的狗屎啊 我这根嚼屎棍总能起到把表面这层遮羞不戳破 让大家正视下面这堆臭狗屎的现象 比那些个蹲在狗屎坑边上 大唱浓乡扑鼻 掩耳盗铃的角色 比那些还在不停制造大份的败类 垃圾 是不是要好得多呀 陆伟民不经意的冷笑一声 领导需要我这样一根嚼屎棍 所以我才能兼任政法委书记 你以为领导让我兼任政法委书记 是觉得我收入低了 让我拿双份工资不成啊 萧英听出了陆伟民话语中隐藏的一丝深意 她心里有些发迹 不是说陆伟民和尚全智关系相当亲密吗 怎么却觉得陆伟民好像对这一点看得很透 而且还有些保留呢 卫民 是不是你当这个政法委书记压力很大呀 萧英脸上浮起了一抹关心的神色 在文化局那边 她也听到了不少关于陆伟民 兼任政法委书记的内幕消息 甚至包括魏如超和令狐道明 也都有意无意的在他面前提起了陆伟民 兼任市委政法委书记这个事 都觉得陆伟民去接下这个吃力不讨好的活 意义不大不说 很有可能还会给他自己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政法委书记看上去是掌管公检法司这些政法部门的 但实际上公检法司独立性很强 除非你在这些部门里有可靠而具有影响力的帮手 否则你想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些部门掌握在手中为己所用 那基本不可能 而现在宋州局面拨鬼云翼 虽然看似尚全智把陆伟民推上市委政法委书记的位置 而且陆伟民也在较短的时间内就拿出了像样的战绩 但是马德明受阻击黯然落马的先例还是赫然在目 陆伟民一脚踩进这个深水坑 让那边的火力都一下子集中在他身上 相比之下 尚全智也好 佟云松也好 陈昌俊也好 要面临的压力就小了许多 甚至可以以一种中间人裁决人的身份 大模大样的来替双方拉架 没压力 没挑战性的工作 那还有啥意思呀 陆伟民咧嘴一笑 我这个人就喜欢这个道道 玩的就是心跳 杜双鱼倒下了 下一个会是谁呢 我估计很多人现在都在坠坠不安 很多人都要睡不安枕 很多人都恨不能拿支枪 埋伏在市委大院门口 我一出门就给我来一枪 哄死我万事大吉呀 陆下说 萧英声音都有些变了 宋州社会治安的混乱状况 他来宋州快一年了 也是深有体会呀 苏乔的刀 紫城的炮 这话流传四方 就算是宋州市区 也时不时的 有恶性案件发生 不该说像香港陆营里 那么夸张 但是群偶凯莎和射枪案件 并不显见呢 不算瞎说 真要逼到有些人走投无路之时 可能还真会有人铤而走险 不过聪明人都应该清楚 一枪把我崩了 也改变不了大局势 逆流而动 永远都会被水淹没的 陆卫民摇了摇头 从这个角度来说 陆卫民也不能说上权制 要收编孟凡英就是错的 而恰恰说明 上权制相当会审时多事 陆卫民从毛定安的话语里 就知晓 毛定安笃定孟凡英 能搞定上权制 这才给自己打了电话 否则他根本就不会来浪费唇舌 公安系统特殊啊 垂直领导的力度相对较强 孟凡英本身就是公安出身 在苏乔当了多年的县公安局长 后来又兼任县政法委书记 跟随着刘敏之到市公安局 担任常务副局长 局长 加之他手腕也很厉害 这么些年来 积淀下来的隐形实力 要想在短时间之内根除 根本就不可能 而宋州当前的形势 随着自己这根脚屎棍的脚合 已经越发绷紧了 甚至有可能出现擦枪走火的可能 手边孟凡英 给孟凡英一条出路 可以避免孟凡英勾及跳墙 孤注一掷 毕竟孟凡英还不算黄俊卿 徐忠志和庞永斌 他们的敌系 他们之间还隔了一层流敏之 正好在这种形势下 把孟凡英拉拢过来 可以说 感觉黄俊卿 徐忠志和庞永斌 拉拢孟凡英的同时 也让这边底气更足了 当然 孟凡英不到万不得已 也不会去投黄俊卿 徐忠志他们 谁都看得出来 双方的局面 此消彼长 此时还要贸然去投那边 那无疑就是自寻死路啊 大事压人 想要逆转大事 非有逆天之能不可 连梅九龄都没能保住刘敏之 孟凡英不会看不清楚这一点 所以才会不遗余力的 通过各种渠道来寻找投靠的门砖 但陆卫民始终对上权制 悄无声息的就把孟凡英 拉入麾下 有些难以接受 虽然毛定安在电话里 话说得很漂亮 不超出原则 但是陆卫民对这一点 并不太接受 孟凡英的问题程度 不是毛定安可以保证的 甚至也不是孟凡英可以保证的 但是毛定安却能很肯定的来直接找自己 那也就意味着 无论孟凡英如何 至少上权制那边是搞定了 而毛定安之所以说那番漂亮话 或许是从安德剑或者夏立行那里 知晓了一些什么 才会给自己一个面子 拿出那番说辞而已 自己明知道如此 还不是接受了 这算不算是自找台阶下呢 陆卫民无不恶意的自我猜测到 也许人都不得不面对现实 然后或心安理得或心有不甘地接受现实 卫民 你自己要小心一点 万一真有人起了坏心 萧英是真有些害怕了 陆卫民这才一上政法委书记 就把泽口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给拿下了 顺带着还拖了一个副县长 接着在全市组织工作会议上 拿下苏乔县委书记 更是震得全市上下一片哗然之后 又禁若寒蝉 他在文化局里听到魏如超和令狐明道 都是唏嘘不已 这才有些坐不住 跑到宣传部这边来 没想到还真碰到陆卫民回来了 陆卫民何尝不知道 自己现在坐在了靶子上 话说回来 上权制凭什么把政法委书记交给自己呀 连这点风险都不肯承担 你又有什么资格走入他的核心圈 又凭什么能坐拥宣传 政法这两大口的大权呢 当然 让自己坐上这个位置 让自己来替他们披金斩鸡的开路 不给自己足够的甜头也不行 这就是一个等价交换 对于这一点 陆卫民看得很清楚 现在 自己已经给上权制 端出了足够诱人的一盘大菜 就得看上权制会给自己分多少羹了 卫民相信 上权制现在还是会给自己一些甜头的 但是 随着局势的变化 后续的甜头会有多少 那还得看自己的表现 以及上权制对自己的信赖程度 而这二者又相辅相成 也就是在这种相辅相成的前行中 看看自己能走到什么程度吧 好了 别担心了 我心里有数 晚上我把达金叫上 就咱们仨 一起吃饭吧 陆卫民摆了摆手 示意萧英 不用太焦虑 每一个时段 甚至每一个时刻 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 就在陆卫民和萧英闲聊之时 尚权制也在办公室里 听取公安局党委书记 局长孟凡英的工作汇报 尚权制觉得 孟凡英还是有些能耐的 别的不说 两年多时间 就能把市公安局里面的权力 攥得紧紧的 让有徐忠志和彭永斌支持的 涂振海愣是插不进手 连个常务副局长都捞不到 除了有刘敏之的关系之外 和孟凡英自身的手腕 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公安局存在的问题不少 主要是在查处大案要案 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上 都缺乏主动性和紧迫性 对人民群众反响强烈的热点问题 和热点领域缺乏敏感性 受外界因素的干扰 不能正确应对 不敢坚决斗应 在干部队伍管理上 失之于软 对一些暴露出来的自身问题 总是为了维系 所谓的班子团结 欲于同事间的颜面 导致问题越积越多 问题越来越严重 这些问题的存在 极大的影响了 社会治安形势的稳定和好转 也使得老百姓 对宋州公安的印象 好感度不高 也辜负了市委对我们的期望 在这些问题上 我作为市公安局党委书记 局长要负主要责任 孟凡英的汇报 分析得相当透彻深刻 列举存在的问题 也都相当详实 连上全治都颇为吃惊 这小子转性了 孟凡英对目前 宋州社会治安存在的许多问题 都有着很清醒的认识 也分析了之前 之所以无法解决好 这些问题的关键 是在什么地方 和下一步要采取什么措施 来解决这些问题 可以说 单从这番汇报分析来说 孟凡英绝对是一个相当称职 甚至可以说 是一个优秀的公安局长 其对宋州社会治安形势的分析 堪称精准到位 入目三分呢 提出解决问题的一些方式 方法也都切实可行 上全治甚至怀疑 这个家伙是不是早就准备好了 这一切 就等一个合适的时间来投效了 老孟啊 宋州社会治安状况不佳 社会治安满一度 一直在我们长江省垫底 这个问题是个顾忌 陆卫民担任市政法委书记时 我就专门和他就这个问题探讨过 今天我也要和你说说这个问题 安居乐业是咱们党委政府 给老百姓的一个最基本的承诺 做不到这一点 那么这个党委政府就是不合格的 我觉得你刚才的分析 基本上是抓住了我们宋州 社会治安部家的核心问题 说明你的眼光还是准确的 思路还是清晰的 宋州社会治安要实现根本性的好转 关键还是政法机关 而公安机关更是义不容辞的主力军 孟凡英相当认真的用笔 记录着上权制的指示 显得格外公顺 打铁还需自身硬 是公安局这两年来 在战斗力和队伍建设上都不尽人意 我看还是自身队伍有问题 我希望老孟尼要拿出壮士断臂的决心 狠抓队伍建设 杀一杀队伍里的威风邪迹 在这一点上 我希望你认真把你们队伍中存在的问题 向政法维做一次深刻而又全面的汇报 认真清理队伍里存在的各种问题 必定 陆伍民同志虽然年轻 但是考虑问题很有敏锐性和前瞻性 他担任政法委书记 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不少成绩 我希望你要好好地配合伍民同志 打好整顿我市社会治安状况这一战 孟凡英走出上权制办公室时已经是下班时间了 从来时的忐忑不安到离开时的精神抖擞 如果能看到孟凡英的精气神 你会发现派若两人 孟凡英没有在上权制那里听到支言片语 有关自己的言语 但是他却能敏锐地感受到 不一样 上权制给自己的安排和布置的工作 尤其是声色俱力地提醒自己 要配合陆伟民 搞好队伍建设 要以壮实断臂的勇气和魄力 来解决这个问题 孟凡英就知道 事情成了 让自己壮实断臂 自己当然是壮实 自然就不是臂 那谁是臂就不言而喻了 当然 孟凡英还不会自作聪明 上权制要求自己配合陆伟民 那这个壁就可以让陆伟民来断 自己配合而已 而这也是一个交好陆伟民的机会 走出市委大楼 悬挂着昌欧M0001号牌的本田里程 无声地开了过来 孟凡英却没有上车 只是给司机打了一个手势 示意他在门口等候自己 他还需要打一个电话 丁安啊 我 凡英啊 我刚从尚书记办公室里出来 感觉还行 汇报了 他没说啥 只说要我配合好陆伟民 整顿队伍 主要是听我的汇报 我感觉他对我的汇报还是比较满意的 只是可能以前间隙太深 一时间恐怕难以化解掉 啊对对对 啊我也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这事还得慢慢来 只是我又害怕没那么多时间呢 孟凡英握着电话 一只手捂在嘴边 压低声音道 卢伟民那个人不好打交道 嗯 你和他说了 他怎么说呀 哦 太好了 太好了 我明白 我知道 尚书记也让我配合他 支持他 我当然知道谁主谁赐啊 这一点我还是懂的 啊 知道知道 他年轻气盛 肯定想要在尚书记面前露一手 我懂 红华还要绿叶配吗 等绿叶 我会 保证配合好 孟凡英的表情变化十分丰富 随着打电话的语气变化 手势也跟着比划 我知道怎么处理好这层关系 啊 好 我马上就给他打电话 放心 定安 这一次全靠你了 日后 不说这个 不说这个 行 那我先挂了啊 搁下电话 孟凡英心里的大石头 总算是放下了 毛定安这边搞定了陆伟民 让他彻底消除了最后一点担心 虽说毛定安在电话里也留了一些话头 但是孟凡英却知道 那不过就是一个借口 自己不蠢 犯不着在这种时候 还要和陆伟民争什么名 斗什么气 一句话 配合好 完全按照对方的意图来 只要自己能过这一关 那一切都好说 哪怕是陆伟民要在局里安排什么人 孟凡英都得捏着鼻子 认了 欢迎收听 游览人听书原创录制 小说 关道无疆 作者瑞根 演播 左右 说曹操 曹操电话就到了 刚来得及 坐上桌的陆伟民 看到电话闪动 瞅了一眼来电显示 心里就是咯噔一声 是孟凡英来的电话 虽然上任政法委书记这么久了 但是 陆伟民几乎没有给孟凡英打过电话 只是在拿下泽口县公安局 吴泽华和齐国盛时 和孟凡英说了说 孟凡英倒是满腔的义愤填英口气 泽口县公安局局长 那是由泽口县委来决定人选 是公安局对人选问题 没有太大的发言权 所以孟凡英也不多问 谁啊 杨达金好奇地问道 这家天地香汤锅 店面不大 但是名气不小 陆伟民给他打电话 说要一起吃饭时 他就赶紧订了这里 即便是这样 也只是挤出一张小桌来 要不然铁定是没位置 孟凡英 陆伟民淡淡地道 他已经估计到 孟凡英这个时候 打电话给他的意图了 时间选得挺好 估计应该是在上权制那里 得到了准信 心里踏实了 这个时候才来揣摩自己的意图 孟凡英 杨达金跟萧英都是吃了一惊 萧英还好一点 在陆伟民办公室里 听到了电话 隐约有所感悟 而杨达金却是大吃一惊 谁都知道 这个时候 陆伟民和孟凡英 应该是何种关系 看见杨达金吃惊不小的表情 陆伟民也只是笑笑 就接了电话 老孟啊 这会儿能干啥呀 准备吃饭 哦 你也没吃啊 蹭饭吃 哎呦 我的饭可不好蹭啊 啊 行 你来吧 天地香糖锅 嗯 知道吧 这宋州还有你不知道的地方啊 知道就好 给你十分钟时间啊 过时 我们可不后了 看见陆伟民轻描淡写的挂了电话 杨达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个时候 让孟凡英过来一起吃饭 这算个什么事啊 他完全弄不明白了 怎么了 一脸恶然的表情 我是政法委书记 他是公安局长 在一起吃顿饭 交流沟通一下下一步的工作 这也很让人吃惊啊 你和沈秘书长一起吃饭交流工作 也让人很难以接受吗 陆伟民似笑非笑的 瞥了一眼杨达金 呃 那个陆部长啊 我还真有些闭目色听了 真搞不懂 杨达金 善善地笑道 但也揣摩出 是里面的局面 怕是又会有大变化了 孟凡英居然脱困了 还真是不简单啊 搞不懂就多看 多听 多想 自然就懂了 陆伟民面无表情 孟凡英这么主动 看样子 上全治那边 应该是给他吃了定心丸了 既然如此 这家伙大概也是要给自己带点像样的礼物 那才对嘛 也算是投名状了 天地香汤锅 名气不小 不过 对于习惯于在四大家吃饭的孟凡英来说 天地香还真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只是听说过 要找到这家藏身于南轿路的店面 还是花了一些功夫 好在 他的司机对这边还算是熟悉 很快就找到了位置 孟凡英这种宋州名人 出现在天地香汤锅 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 自然很容易就会吸引到认识他的人的目光 相比之下 来得比较早的陆卫民 杨达金等人 就不是那么显眼了 天地香汤锅 店面不大 但是 除了大唐之外 还有七八个大小不一的包房 杨达金定的就是一个 只能容纳五六个人的最小间 孟凡英在服务员带领下进来的时候 陆卫民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没想到 吃顿饭也会遇上人来搅合 陆卫民心里始终对上全制 这么干脆利落的接纳了孟凡英 有些情绪 虽然他也承认 这是上全制和自己 最快速掌握公安这条线的 最佳方法 不管孟凡英介入的深度如何 毫无把握之前 就确定这一策略 总给了陆卫民一种 背叛原则的感觉 连他自己都为自己这种 莫名其妙的情绪纠结 而感到百味沉杂 也许自己内心深处 还有一条良知底线 真的有吗 政治人也配有资格 舍谈这个 南教路位于沙州和陆西交界地带 再往西过去 就是从沙州画出去的 原沙州区的桥头镇 和墨州街道办 和千州街道办 这两个街道办 加上更名为桥头街道办的桥头镇 于原来陆成县画过来的 已经更名为云顶街道办的云顶镇辖区 就构成了陆西区的市区的这一部分 再往西边走 就是原来陆成县的大锅乡 沐安镇 以及静平陵以东 原陆成县锦平区的五个乡镇 共计七个乡镇 四个街道办 就算是陆西区的辖区了 对不起陆书记 耽搁了 耽搁了 这地方我久闻大明 但还真就没来过 今儿个就讨扰陆书记 蹭顿饭吃了 孟凡英一进来就抱拳道歉 满脸笑呵呵的表情 让人以为他和陆伟民 就是亲密无间的铁哥们一般 看见杨达金和萧英 孟凡英连脸色都没变 哎呦 杨主任也在啊 我说陆书记怎么能知道 藏在这里的天地乡啊 原来有杨主任的推荐啊 呃 这一位是 哦 是文化局萧处长 和陆书记是老乡 也是老朋友 杨达金很自然的介绍道 说实话 他也不知道陆伟民和萧英之间的关系 之前陆伟民那么起劲的 替萧英张罗调到宋州 觉得他们之间 应该是没什么特殊关系 虽然萧英的确是很勾人 但是 等陆伟民来到宋州之后 萧英又帮着陆伟民 收拾打理常委楼的那一幕 被他看到了 这让他有了一些怀疑 只是今天 陆伟民居然也不避讳孟凡英 杨达金有些凌乱了 孟凡英现在却没那么多心思 去想那些没用的 对面这个女人长得很漂亮 自带着一股甜淡清新的味道 但他对这方面不感兴趣 在他看来 女人如果不是老婆 对于男人来说 那就是取妻取得 那妾那色 其他的女人就是看一个字 色 大奶 肥臀 床上会卖弄风骚 这才够味 至于说这些 大家都说的很有味道的女人 他反而不太看得上 也就是当婊子立牌坊 也就这样而已了 当然 他还不确定 这个女人是什么来头 陆伟民能同意自己来 似乎也不太在意 他知道自己身边 还有一个女老乡 在宋昭这边 这倒是一个好兆头 杨达金不说了 那是安德剑的嫡系 而陆伟民又是 安德剑的得意门生 这些情况 毛定安已经和他说过了 所以看到杨达金很正常 而这个不为外界所知的女子 也出现 那就说明 陆伟民似乎有意 接纳认可自己 这让孟凡英 心里也是一席 老孟 怕是很少来这边吧 天然野生君 再来一只辣鸡 配上几片火腿 味道香得上天入地啊 天地香 大概就是这么得名的吧 陆伟民示意孟凡英入座 服务员早已添上了一副碗筷 这里略带古风的木结构二层楼 一楼是大厅 热闹非常 二楼一节是卡座 靠后一段是哑尖 全部刻满 悬挂的登楼式的招牌 在风中晃悠着 鸟鸟浮起的香气 弥漫在整个堂上堂下 看着在汤锅里翻滚的鸡块和火腿片 以及各种野生山君和玉兰片 金针菇这些菜书 雪白鲜香的浓汤 咕噜咕噜吐着水泡 让人忍不住想要大快朵頤 宋州的地形东南高西北低 东南边的紫城猎山 这两线地势最高 属于浅秋区地形 地势向西北方向慢慢变环 到了路程 宋城和夜河这一线 就演变成了冲击平原 而西南角西塔地势也是略高的 正好在正南方的隋安 形成了一个凹形的谷地 所以隋安县城谷川镇 也就正好处在了宋城南下 通往昌州的咽喉要道上 紫城和猎山南部的丘陵地势 虽然不高 但是在植被上却保护得很好 和丰州那边的大淮山 都属于江南丘陵的一部分 盛产各种野生菌 也是重要的木材产地 前几年 封山御林之后 南部秋区在一些荒山荒坡上 也开始大量种植 素生封产林 同时在林地中 大量套种各种经济作物 发展特色养殖业 现在西塔 紫城和猎山的特色 种植养殖业小有名气 西塔的烟熏板鸭 紫城的烟腊山鸡 山猪火腿和猎山黑山羊熏肉 也是当地的一大特色农产品 龙书记 你还没来几天 却比我这个老宋州都还熟悉这边的情况啊 我可得跟您学呀 孟凡英笑着道 老孟 笨鸟先飞嘛 我这个人喜欢未雨绸缪 觉得要做啥事之前 别那么乍乍乎乎 得先摸清楚底细情况 要不事儿没做成 结果却闹得满城风雨 咱们做事儿就得要不动声色之间 给它办成了 至于说结果 我相信领导和老百姓看得到 是不是 实在觉得不够劲儿 你再让宣传部门给捣鼓宣传一番 也不迟嘛 反正我现在还是宣传部长 有进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啊 啊 陆伟民狼声笑道 孟凡英心中一颤 这陆伟民话语里的含义很深 做事身谋远虑 勿求出手必成 和这家伙表现出来的大大咧咧的性格 很不一样 不过 孟凡英相信 检察院那边这么快就能把泽口的吴泽华 和齐国胜给掀翻了 又趁势把杜双鱼给拿下 绝对不会是陆伟民上任 短短这一个星期就能摸清楚底细 做好准备的 也就是说 陆伟民这家伙很有可能 在来宋州之时就已经开始准备了 甚至可能是安德剑走前 就给陆伟民留下了很多资源 否则陆伟民哪有这么容易 就掀起这么大的波澜呢 想到安德剑早在离开之前 也许就把很多掌握的东西移交给了陆伟民 孟凡英心里又有些发怒了 安德剑的手腕他是见识过的 也就是来宋州的时日太短就离开了 但即便是这么短的时间 也硬生生的把庞永冰一手把持的纪尾中 打进了一个蝎子 把一直和庞永冰格格不入的纪灯云给提起来了 拉起一波人马就敢和庞永冰分庭抗礼了 若是再让安德剑待上个一年半载 孟凡英估计着这公安局这边一样 也会冒出一个常务副局长 来和自己打擂台了 但话又说回来 现在恐怕尚全智和陆伟民 也在考虑是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的人选了 这也是自己必须要做出的姿态 在没有刘米和的支持下 孟凡英知道 自己根本无力拒绝常务副局长的人选 而且还得摆出和新来的常务副局长 通力合作的姿态 仅仅是这样都还不够啊 还得要拿出一番像样的战果出来 这才是孟凡英最为忐忑的 虽然他已经准备了一份礼物 作为投名状 但是尚全智和陆伟民会满意吗 孟凡英心里没有把握呀 他觉得以陆伟民表现出来的咄咄逼人的气势 恐怕那点东西应该是不够看 而尚全智今天给他的话语中 也流露出了同样的意思 宋州需要彻底清扫一下隐藏在浑水下面的污垢了 还宋州老百姓一个朗朗清天 孟凡英猜测的没有错 陆伟民的确已经在考虑是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的人选 无论孟凡英日后表现的多么配合和支持 公安局里都需要一个可以对孟凡英形成制约的人物 这本来也是一个单位部门正常的制衡监督之道 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公安机关这支力量不会沦为什么人的私家军团 也才能更坚决的执行市委的意图 叶和县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周肃权 就是陆伟民相中的人选 在查处王世冲和王世超议案中 周肃权表现的相当让人满意 无论是工作态度还是对叶和县公安局的掌控力度 都让陆伟民非常满意 市公安局需要一个在政治素质 政治手腕以及业务能力上都足以抗衡孟凡英的角色 而在乡镇党委书记 法院院长都干过的周肃权 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 精于权力运用的手腕 善于审视夺势 又不乏胆破脾气 在周肃权身上表现的特别突出 知晓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 一直没有合适人选之后 陆伟民就没考虑过 从市公安局现有的副局长里提榜 市公安局现在有四名副局长 除了图振海因为倚仗有徐忠志和庞永冰的支持 有些不太买孟凡英的账 其他三个副局长中 有两个算得上是孟凡英一党 而还有一个则是保持着中立 即便是图振海 在平时也不会去挑战孟凡英的权威 所以在市公安局里 基本上维系了一言堂的格局 陆伟民也考虑过从检法系统掉入 但是这势必会遭到公安局这边干部的抵触和反感 而且检法系统的人过去 要在短时间之内打开局面也不容易 更不用说对孟凡英形成制约了 周肃权不一样 周肃权曾经在叶和县法院工作 后来抽调到政法委工作了一段时间 下挂到基层乡镇 从副镇长 镇长 镇党委书记 一步一步干到法院院长 最后从法院院长出任县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 然后训计兼任县公安局局长 不是根洪苗正的公安出身 但却又在公安局长的位置上干满了四年 不但能力本事不差 而且对公安局的业务和情况也都比较熟悉 加之他在担任叶和县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期间 他的搭档陆春和 是从叶和县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 升任宋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政委 这也是杨永贵在担任市政法委书记 抢在刘敏之接班之前的一个调整 而陆春和和周素权的关系很不错 周素权如果担任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 也算是在市公安局里有了一个支点 欢迎收听 游览人听书原创录制 小说关道无疆 作者瑞根 演播左右 周素权在这一段时间 和陆卫民联系得很频繁 有张立本在其中牵线 两个人的关系迅速的密切起来 周素权在副处级干部的位置上 已经干了足足四年 算是资历不浅了 他的出路也只有两条 要么走线尾这条路 这是最常见的 但是现在清河县的班子完整 他想要挪动 一般的常委 对他来说意义已经不大了 最起码也得是组织部长 或者常务副县长这些位置 而其实这也不是他最满意的 但是像副书记这样的位置 竞争太过激烈 周素权自认为并没有多少胜算 那就只剩下一条路了 就是跳出夜河到宋州市里来 到宋州有两个去处 一个是政法委 比如担任政法委副书记 一般来说担任副书记 只要是资历够了 高配为正处也很正常 这也是周素权最初的考虑 他一度也以为陆卫民 是不是有这个考虑 但是当陆卫民不经意提到 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 还没有合适人选时 素来颇以沉稳 老练自傲的周素权 就无法保持淡定了 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 也就相当于县一级的 公安机关的政委角色 政处级干部 而且这个政处级干部 与市委政法委副书记 这个政处级干部又不一样 是明确的市公安局 党委副书记 常务副局长 协助局长 主持市公安局的日常工作 手里的权柄 与政法委这种误须的单位 截然不同 政法委是党委的主要部门 务须为主 下面也就那么十多二十来号人 政府之差极大 而市公安局 那是实战单位 下面除开局机关的八九百号人之外 仅仅是属于市局执管的三个城区分局 和一个开发区分局 就有这一千六百多名警察呀 这还不算其他各县的公安局 加起来的两千多号警察 即便是一个非常务的副局长 对于周肃权来说 那都是一个不错的提升 更不用说是常务副局长了 那简直就是一步跨了龙门了 所以在一些年龄上 没有太大优势的干部 宁肯在市局担任副局长 等着机会熬高配 也不愿意到市政法委 去担任个正处的副书记 毕竟市公安局这边的条件 要好得多 从配车上就能看出一二 市公安局的副局长们 清一色的都是日本车 加美 雅阁 蓝鸟 而政法委副书记们 则是桑塔纳两千 或者普桑 差距力等可见了 看到周肃权也出现在门口时 孟凡英就有所误了 周肃权这段时间和陆伟民 黏糊得很紧 今天又出现在这种场合下 孟凡英就估摸着 周肃权是要奔着局里 这个常务副局长来了 如果是普通副局长 或者政法委那边的副书记 周肃权恐怕是兴趣 就没那么大了 老朱啊 快来 陆书记都念叨你好久了 孟凡英很爽快 大方的招呼周肃权 既然已经有了这个思想准备 孟凡英倒是放得相当嗨 周肃权看到孟凡英也在场 一愣之后 脸上也迅速堆起了笑容 哎呦 孟局 哎呀 上次来我们夜喝 可是没喝好啊 今儿个可是个机会 我要借陆书记的酒 好好敬一敬你啊 今天你可不能再推再躲了 老周啊 今儿个咱们俩是一对一 我何曾怕过你啊 上次到夜喝 你们是人多为王 想要搞车轮战 我可不傻 今儿个正好 有陆书记作证 东风吹战鼓雷 这个社会谁怕谁呀 啊 给你老周几分颜色 你就要上大红了 我倒是要掂量一下 你老周有几分的量 孟凡英士气逼人 丝毫不怕周肃权的挑战 周肃权一来 立马就把气氛糟了起来 这就是喝酒的人 走到一堆之后 立马就能掀起高潮的原因 而不喜欢喝酒的坐在一起 就没有这层气氛 一个有心交好 一个刻意拉筋 自然也就是水到渠成 把酒言欢 连陆卫民和杨达金都没有想到 这俩人居然在这顿酒局上 配合得如此默契 倒是让陆卫民颇为吃惊 原本只是一个有意无意的促进 没想到 这俩人都这么小事 被自己这么一个轻描淡写的推动 居然就有点亲密无间的味道 也不知道这俩人 究竟是在自己面前演戏 演得入味了 还是真觉得有这么一段缘分的 只要有人拼酒 那么气氛也就自然热烈 陆卫民和杨达金很快就被拉进了战场 杨达金平时不怎么喝酒 但酒量也不弱 与孟凡英和周肃权比起来 也不逊色多少 当了这么久的市委办主任 那也算是酒精考验了 孟凡英和周肃权几番较量之后 把战火烧到了杨达金的身上 杨达金回敬几杯之后 陆卫民也被卷入 两瓶风灯特区 很快就见了底了 杨达金没有想到 会有孟凡英和周肃权 所以带的两瓶酒 已经是极限了 陆卫民平时不怎么喝酒 他把酒带着 也就是为了一防万一 没想到 这两瓶酒居然轻而易举的 就解决了 酒没了 但是兴趣未尽 杨达金只能拜托 萧英去柜台上 让老板娘再拿出两瓶 风灯特区来 风灯特区是 风州风灯酒厂的顶级招牌 在长江也是颇受欢迎 价格可不比茅台 五粮业或者酒鬼酒便宜多少 在这里 在这里平时是并没有人喝这种高档酒的 所以啊 还在看柜台上有没有 萧英来到柜台上问服务员 服务员倒是说有 指了指身后的玻璃柜里 玻璃柜里 陈列着 诸如五粮液 酒鬼 风灯特区 这些高档酒 但却是锁上了 估计是老板也怕这些高档酒 被人调包了 所以特意锁了 呃 老板娘上哪儿去了 萧英有些好奇 这个时候正是生意最好的时候 怎么这收银台的老板娘却是不见了 呃 出去了 服务员脸色有些不太自然的瞅了窗外 萧英顺着对方的目光望了过去 却看到两三个穿着T恤的青年 跟着一个板寸头的汉子 正在窗外拦着老板娘 和老板说着什么 隔着窗帘 能够看到那个板寸头男子 非常的强硬 傲慢 老板两口子在不停的诉说着难处一般 似乎是察觉到 柜台这边有人把目光投射了过去 板寸男子一挥手 是一老板和老板娘两口子 往那边走 这两口子满脸无奈和苦楚 却也不敢拒绝 只能慢吞吞的跟着那拨人往那头走了 萧英有些琢磨出味道了 这天地香汤锅店面不算大 但是设计紧凑 一楼二楼足以容纳三四十桌 更为难得的是 基本上每天晚上都是客们 很多客人甚至要等着吃第二轮 每天这营业流水的金额自然不会小 估计这就是有人盯上了 这种事情却不是他能过问的 只能回到房间里 小萧这里没酒啊 我记得好像他们柜台上有专门的酒柜啊 里面好像有风灯特区啊 怎么用来冲场面的 杨达经随口问道 有些店里面的确没准备高档酒 却弄些酒盒子放在那里冲场面 不是老板和老板娘出门去了 那酒柜被锁的拿不出来 小营摇了摇头 哎呀 这怎么回事啊 老板和老板娘都走了 没人管了 这倒好啊 生意这么好居然敢甩手 扣牛啊 杨达经摇了摇头 没太在意 只是这酒却不好解决了 啥时候回来啊 萧英走到窗户边上 向下看了看 他们这间是最后一间 正好在当头上 那个板寸头带着几个人 正好就把这两口子带到了这间房间的楼下 推开窗户就在他们头上 看见萧英竖起食指 表示噤声 然后又很神秘而紧张的指了指楼下 陆伟民 杨达经 孟凡英 和周肃权的好奇心 全都被勾引了起来 也不知道下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都捏手捏脚的走到窗户边上 然后小心的把窗户推开了一条缝隙 借着窗外刚亮起的路灯 往下面打望 黄老板 你生意都好成这样了 怎么 还觉得善财难舍呀 善哥已经够给你面子了 啊 没有我们这帮兄弟帮你撑场面 鲁西那边的陈二狗 他们早就过来了 到时候就不是意思一下就能行了 只怕就得要分红了 到那时候 你才是哭都哭不出来呀 一个手臂上刺了一条龙 肩膀上却莫名其妙地 闻了一个忍字的青年 不耐烦地道 黄老板两口子漠然不语 辛辛苦苦赚点钱也不容易 谁愿意就这么拱手送人呢 只是人在矮言下 却不得不低头啊 这帮人在沙丘这边也是恨惯了 生意好一点的摊点 场所那都得孝敬一些 这也成了这边的惯例 他做生意的时候也就知道 只是没想到 这些人下口这么狠啊 一个月三千 一年那就是三万六啊 雷打不动 汤锅生意好 除了汤料独家 味道独特之外 更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是物有所值 菜品实惠 价格公道 火腿 腊鸡 和各色野山君 那都是自己辛辛苦苦 跑到山里去收来的 最不计的 也是约定与一些农户 帮忙种植 这个价格可就不能低了 否则人家就能糊弄你 生意看起来这么好 但是成本那就高了 利润率自然也就低了 但只要生意好 一年稳稳当当下来 也能挣他个二三十万 自己一家子 风里来雨里去 起早贪黑 干一年赚的 就得拿出十分之一 给这帮不劳而获的烂仔 想到这里 谁能心甘情愿呢 听说那些个娱乐场所 收费更贵 但是自己挣的 这是正当钱 辛苦钱 如何与那些 操持皮肉生涯的 娱乐场所相比呀 这帮人却是不管那么多 看着你生意好 就要耍横弄狠 逼着你就犯 怎么 黄老板 说了这么久 这点面子 还真不给我犯毛人呢 板寸头男子 语气阴沉 没我这帮兄弟替你把场子看着 你钱就这么好赚呢 你是土生土长的宋州人 难道还不知道做生意的规矩 换了是外地人 我早就懒得和他们说那么多废话了 也就是看在乡里相亲的 不想撕破脸 但不要把我的善意好心当成驴肝肺呀 法尔哥 不是我不愿意交 但您说的 的确也太高了一点 能不能少一点啊 黄老板知道 再不吭声 那就得撕破脸皮了 只能硬着头皮解释道 嘿 少一点 你去问问你周围那些个 生意没你好的 交的可不比你少啊 支撕点啊 老花 我这个人公道 不为难你 你一次借给兄弟们三万 这一年咱们都不打交道 如何呀 范某人呲着牙笑了起来 此人素来是装龙像龙 扮猪像猪 软硬都有一套 只说借钱不谈其他 倒也知道如何规避一些风险 范尔哥 我现在最多就能拿出两万五 你也知道 我每周都要去山里收货 流动资金大 这两万五给你 还得去拉鸡化 那边收货就得先欠着 黄老板抽出了好一阵 这才咬着牙道 没关系 先借我们两万五 剩下那五千 我们下个月来拿 如何呀 范某人笑眯眯的道 黄老板脸色已僵 但是看到范某人 已经在摩索他手上的伤疤 心里就打了个秃秃啊 只能点头英语 本来想节省五千块 但是看来这帮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便只有答应下来了 站在楼上窗前的一干人 表情各异 陆卫民脸色阴冷 杨达金黯然无色 周肃权倒是面带古怪 只有孟凡英的脸上是一阵红 一阵白呀 小英见这笔交易就如此达成了 三万那可不是小数目啊 如今干部收入一个月 不过也就是五六百块钱 这帮烂仔在这里随便几句话 就能让人掏出三万块钱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保护费吧 香港电影录像中那些个黑社会老大 应该也就不过如此了吧 见老板娘忍不住气横横的在包里掏钱 黄老板却是面无表情 低垂着头无语 小英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却未曾想过 下面有一个烂仔的耳朵瞬间 听得叹气声抬头一看 却见阁楼哑尖的窗户打开 几个人都瞪大了眼睛 瞅着他们这般交易 顿时怪叫起来 板村男子刚接过钱 也不点 就直接塞进了裤兜之中 却听到下面人怪叫起来 抬头一望 看见几个人都是看向这边 心里也是一急 虽说这事不罕见 但却也不宜落入外人眼中啊 容易受人以柄不说 还容易传得沸沸扬扬 黑子 你上去告诫那些人 让他们懂事点 别他们胡说八道 虽然心里懊悔 板村男却也不去 很冷静地安排手下人到楼上去 自己却压低声音 对黄老板两口子道 你们一家人都在宋州讨生活 也不容易 不想惹麻烦 就锁住自己的嘴巴 明白吗 老板夫妇也知道 钱既然已经落到别人包里了 那也就求个安稳 知道兴犯的是什么目的 尤其是听到他提到自己一家人 隐藏的意思 心里也是意涵 连连点头 答应 欢迎收听 游览人听书原创录制 小说关道无疆 作者瑞根 演播左右 见孟凡英已经拿起电话要打 陆伟明估计也是要打给公安局 或者沙州分局 摇摇手 只知道 老孟啊 这会儿没有必要了 让我们现场感受一下宋州的社会治安状况 也算是疗有所得呀 刚才那人不也说了吗 这周围其他生意还没这家好 也一样要交钱 这帮人倒是学得奸华 以借钱为名 这般环境 宋州的经济如何发展呢 连这些餐饮场所都无法幸免 哪些个娱乐场所怕是更免不了了 那企业呢 陆伟明这一番话说的虽然不清不重 但是还是听得孟凡英一身的白毛汗 提升到宋州经济发展受到影响这个地步 那就不是一起单一的案件那么简单了 如果不给出一个明确的交代 日后自己这个公安局长怕真是很难坐稳了 等那个叫黑三的男子上来警告了众人一番之后 一干人的好心情也无疑被破坏了 尤其是孟凡英 更是觉得如坐针毡 恨不能马上回去就安排人来处理这件事 但是刑警支队却是屠振海分管 刑警支队的支队长更是屠振海一手提拔上来的心腹 而屠振海却恰恰与社会上这些人果馋甚锦 此事要让屠振海接手 怕是又是不疼不痒 找几个替死鬼来搪塞了事了 沙州分局局长韩友德 虽然还算是比较听话 但此人也是个老滑头啊 担任了多年分局局长 这些人在沙州的地盘上折腾 作为分局局长 他不可能不知道 极有可能 这帮人和沙州区公安分局内部的某些人士也有勾结 贸然交给沙州这边 只怕也未必能取得好效果 这事 孟凡英已经打定主意要办好了 得让陆伟民满意才行啊 否则 好不容易才算是把关系给搞密切 却被这些事情又落个坏印象 那就太不值了 陆书记 宋州社会治安情况不好 很大程度上就是滥灾太多 多年以来形成了气候 我接任公安局长之后 予于各种因素 在这上边无所作为 在这里 我要向陆书记承认错误 孟凡英死前想后 也顾不得面前有人了 很坦诚地承认了错误 这也让陆伟民略感惊讶 不过此地的确不是说话之所 陆伟民也白手制止了他 老孟啊 以前的事咱们不说了 下一步怎么开展工作 我们回去再好好研究 我相信只要意识到这一点 只要我们有决心 这一切都不是问题 陆伟民那一句 以前的事情咱不说了 让孟凡英心中割下一块石头 投桃报李 他也应该知道 自己下一步该做什么了 刘敏之的政法时代 已经过去了 黄俊卿 徐忠志 庞永兵的宋州时代 也即将落幕 看不到这一点 那就只能随着 这一波历史潮流 席卷而去了 他孟凡英还不想去啊 晚饭之后 孟凡英先行告别 周肃权稍微晚了一点 杨大金知道 陆伟民多半还有些话 要和周肃权交代 所以也就和萧英说着话 有意无意地走到了一边 老周啊 我也不绕圈子 我要你来担任公安局常务副局长 不过这事你知道 我说了不算 还要看尚书记 佟书记 以及陈部长他们的意见 尤其是尚书记得点头 我可以推荐帮忙敲边谷 但是决定权 还是在尚书记手上 这段时间 你恐怕要想办法 造走事 另外 自己也得另外找找路子 只有两个人的时候 陆伟民就不再废话了 张立本也给他打了电话 问是不是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有空缺人选 其实也就是变相为周肃权探路 陆伟民也没有遮掩 说了情况 张立本说知道了 估计也就是给周肃权通了消息 这段时间 周肃权跑市里的时候 比遗忘多多了 谢谢陆书记的关心和支持 您知道 我这个人不太善于表现自己 市领导那里更是插不上话 在夜合这块地上 一工作就是二十多年 其他的我不敢说 但是夜合社会治安绝对算是宋州最好的 这一点我可以拍胸脯 周肃权心里也是砰砰猛跳舞 只觉得脸皮子也是微微发烫 虽然张立本也给他透了疯 但是也在电话里说了这事 变数太大 竞争太强 而他自己的竞争力还欠缺一些火候 尤其是上面的人脉更是欠缺一些 倒不是说他不求上进 而是作为政法委书记 的确没有太多机会 能和主要领导搭上线 之前他可从来没敢想过 自己能有机会竞争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 现在听到陆伟民亲口说出来 更是让他全身的毛孔都兴奋的张开了 见老道沉稳如周肃权般的角色 在面临巨大机遇之时 依旧是有些失态 陆伟民心中也是有些感叹 对一个干部来说 这样的机遇实在是太难得了 副处级干部在宋州全市少说 那也得是三四百号 这还是抛开那些人大政协 这类二线的领导干部 而真正具有实权的正处级干部 有多少呢 不过也就是五六十号 也就是说 基本上七个到八个副处级干部当中 能有一个晋升正处级干部 而相对于县里的干部来说 在市委市府里面的副处级干部 要晋级正处 相对优势要大许多 那毕竟是经常在领导面前逛的 进水楼台先得月 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副处晋升正处干部 还要受到年龄限制 没有位子 你就是再优秀 那也等于零 而正处级干部 上了那个位置之后 只要不出大问题 或者站错队 一般来说 不到年龄就不会退下来 而本身到了副处级这个位置 绝大多数干部的年龄 已经没有太多优势了 真正能够拼一拼 搏一搏的时间 也就那么几年 过了那几年 你就没有年龄优势 上面也就不会再考虑你 所以说 其竞争激烈程度 可想而知 周肃权已经接近50岁了 从年龄上来说 已经谈不上有什么年龄优势 可以说 这一次的机会是千载难逢 而且对他来说 这简直就是意想不到的飞来横幅啊 所以他也是下定了决心 无论如何也得把握住这个机会 他很清楚 真正能够给自己提供支持的 就是眼前这个年轻人 正如陆伟民所说的 要想上常务副局长 他陆伟民说了不算 他只有推荐权 拍板权 纳在上权制手里 但周肃权相信 陆伟民这么说了 那肯定就会给自己支支着 夜和的社会治安不错 我了解过 宋州11个区县 加上经开局 夜和社会治安满意度 评测得分最高 这是一个可以加以宣传的亮点 我回市电视台那边打个招呼 让他们近期抓紧搞一个栏目 主题就是 夜和如何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 重点表现一下 你们夜和社会治安良好这一点 你回去之后 和你们主要领导也汇报一下 然后和张春林联系一下 好好宣传造造事 你们公安局也好 政法委也好 好好地准备一下 配合好 陆伟民的话 让周肃权心潮澎湃 脑中却是豁然开朗 好 太好了 我明白 另外 省政法委或者公安厅那边 有联系吗 陆伟民又沉沿了一阵 缓缓问道 周肃权略作考虑便道 呃 省政法委王副书记 我可以联系上 省厅的朱副厅长 我还算是有些交情 好 你自己安排时间 把王副书记请到夜和来看一看 省厅那边也一样 是电视台和是日报社这边 我会安排 时间怎么安排 你自己考虑 我的想法是两个星期之内 你要安排好 陆伟民知道 这么急促的安排 显得有些露骨了 但是时间不等人了 他还不清楚 上全制是如何考虑的 有没有合适人选 但是 他的想法是 把周肃权往常务副局长的位置上运作 即便是常务副局长不行 那最起码也在当一个非常务的副局长 这是底线了 好 我记下了 明天我就去昌州 周肃权也知道 这是陆伟民在帮他做路子 自己底蕴不够 那只能用这些方式来造造事 好在陆伟民还兼着宣传部长这个职位 有着先天优势 艾文雅和你关系如何呀 陆伟民背负双手 低着头 响了一响又问道 艾文雅是现任叶和县委书记 也是在上全制到宋州之后 调整的第一批干部 是从叶和县委副书记直升的县委书记 在当时也曾经和黄俊卿那边很是叫了一番劲 后来达成妥协才算是敲定 陆伟民从沈子烈那边也知道了艾文雅与上全制 关系一直比较密切 艾书记那边 他爱人和我一妹子在一个单位 关系很不错 经常在一起打牌 周素权在这个时候也不敢藏半点话了 他知道 这个时候多一分力量 或许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嗯 那就好 去想办法疏通一下 请艾文雅也到上书记那里去吹吹风 说说话 我想艾文雅肯定也愿意你到市公安局 最起码你这一走能替他腾出两个位置 哪怕政法委书记不算 起码公安局长算是给他腾出来了呀 陆伟民微微一笑 牙齿在黑暗中显得格外亮白 周素权有些尴尬的挠了挠头 嘿嘿笑着却不好答话 陆伟民这话未免说得太直白了 但他和艾文雅的关系的确是谈不上密切 当然也不差 有这层因素在其中 如果再走其他路子疏通一下 艾文雅帮自己到上书记那里去做做工作 也并非不可能 对了 昌郡部长有个远方亲戚 在你们县法院 据说表现得不错 你让法院考察一下 如果条件成熟的话 提一提 另外你也主动找个时间到昌郡部长那里去汇报一下你的工作 陆伟民又想起什么事的 具体名字我不记得了 是沈秘书长和我提起的 昌郡部长大概不想过问这些事 我回去问了之后 再打电话告诉你 周素权又惊又喜 连连点头英事 陈昌郡的侄子在夜河法院工作 他记得陈昌郡是黎阳人 怎么会有个侄子在夜河呢 不过这都不重要了 关键是有这么一回事就够了 陆书记 陈部长 他是对我不熟悉啊 我实在是找不到合适的机会 周素权苦笑乐乐道 陆伟民哑然失笑 摇摇头 看机会吧 这段时间如果没啥事 晚饭时间 你能在市里面最好 我有机会就给你打电话 你最快时间赶过来 陆伟民的话 让周素权几乎要感激涕零了 他知道 这是陆伟民在下死力去帮自己 只是 他这么帮自己 自己该如何回报啊 他也考虑过这方面 但是 张立本从徐小春那里 知道一些情况 专门给他打过招呼 说陆伟民最腻歪 谁搞那一套 真的是腻歪 而不是做样子 这让周素权也觉得不可思议 张立本还专门告诉他 就是连表示都千万别去表示 哪怕事成之后也一样 当然了 逢年过节了 你如果要给陆伟民送点 叶和本地的土特产 陆伟民也不会不尽人情 但是张立本专门强调 这一类土特产 一定要是单纯的土特产 千万别理解变味儿了 意思 别领悟错了 周素权 终于走了 陆伟民能帮他的 也就只能帮到这一步了 不是政法行道出身 却又想干好这个政法委书记 真不容易啊 尤其是这种半路出家 加上自己又太年轻了 要树立微信 需要时间 而现在 自己却没那么多时间 那就只能见走偏锋 尽可能的在公检法三家里面 拉起一批 自己信得过 却又有能力的人来 周素权只是第一步 陆伟民选择周素权 也并非只是因缘巧合那么简单 固然有张立本牵线 可周素权在王氏兄弟一案中的 积极表现也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陆伟民也看中了周素权 颇有手腕不说 夜合的社会治安 在全宋州也是最好的 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当然 夜合社会治安最好 不能说就是周素权 一个人的本事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也离不开周素权的一番功劳啊 诸多因素 才致使陆伟民 想要推周素权上位 想法归想法 能不能走成 还要看下一步的运作 看见周素权终于上车走了 杨达金和萧英才慢慢过来 陆伟民没有开车 倒是杨达金开了市委办一辆桑塔纳两千过来 不过两个人都喝了酒 四个人两瓶酒 后来又拿了一瓶也基本上都喝完了 周素权和孟凡英二人喝得多一些 但是 陆伟民和杨达金 也都至少喝了六两以上 这个时候就不宜开车了 小英啊 你啥时候去学学驾驶啊 拿个驾照 这个时候就能派上用场 也免得我们只能走路回去啊 陆伟民笑着道 花那钱多不划算呢 听说拿个驾照得上千块呢 我又没什么机会开车 去出那风头干啥呀 萧英摇了摇头 杨达金也笑了起来 小英啊 这算啥风头啊 随着生活条件改善 日后私人买车肯定是一个潮流 没准十年八年以后 私人买车就是普遍现象了 到时候说不定驾照还得涨价呢 嗯 那是必然的 照目前国家经济发展 和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 私家车的出现 也就是几年的事情 而且汽车消费 在人民生活水平中 也会退下神秘的灭纱 变得贴近大众 不说和现在的自行车一样吧 估计也就是跟买一辆摩托车差不多吧 陆伟民若有所思 到时候一家人可能会有两部车 三部车都很正常 看看现在的美国不就是这样吗 杨达经略作思索之后 便摇头 美国号称是汽车轮子上的国家 这与他们的特殊国情有很大关系 但换了我们国家恐怕是不成啊 就算日后经济发展到了一家一户都具备购买汽车的能力 但是我们的道路交通能承受得起吗 我们国内的能源供应也负担不起啊 另外 大量汽车燃烧汽油带来的尾气排放 这些环保问题都有应对之策吗 陆伟民没想到 杨达经居然能想得这么远 这让他顿时对杨达经的观感 又有了一些不一样的变化